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服务器艺术有名堂。 服务器艺术特别打造的线上专栏有名堂,将持续推出。 哲学与当代艺术系列线上讲座,并特邀在哲学当代艺术领域有读到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策划委员会。 计划每六周推出一期,每期邀请一位主讲嘉宾和一到两位讨论嘉宾在线直播。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研究员刘畅老师。 有请刘畅老师。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我们服务器艺术线上系列讲座,哲学与当代艺术系列讲座的第36期。 欢迎大家来到服务器艺术有名堂。 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应运而生的游戏哲学。 我们知道席乐有一句名言,当人游戏的时候,人才是完整的人。 那么关于游戏的讨论,我们知道在东方西方都是从古至今不绝于旅。 而最近,由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游戏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当我们今天讲到说打游戏的时候,意思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游戏近些年来就成为了一个方星为爱的这样一个交叉的领域。 那么在哲学领域,对于艺术的讨论也应运而生。 从关于游戏的这样一个本体论的界定,价值的归宿, 一直到关于游戏相关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相关的讨论, 都不断的刷新我们关于今天对游戏哲学的认知。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分享嘉宾。 一位是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厦门大学游戏哲学研究中心秘书长张浩老师。 另外一位语传嘉宾是独立纪录天导演艺术家当代艺术摄影西平人袁袁老师。 那么下面有请两位老师。 刘传老师好。 张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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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主题分享。 有请。 好的,好的,感谢刚才刘伤老师的这个介绍啊。 然后今天是这样的, 今天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应运而生的游戏哲学, 这样一个话题。 那我们大概也知道, 就是无论是对游戏是否玩过游戏, 或者是否游戏玩的比较多, 我们大概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来呢, 这个游戏的玩家他上升的非常的迅猛啊, 无论是这个国际上的游戏玩家的数量, 还是中国的游戏玩家的数量, 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二三年的上半年, 那么我国的一个游戏玩家已经差不多到六点七亿了, 我们中国总共才十四亿多, 可以说是差不多一半的人啊, 都是这个游戏, 尤其是电子游戏的这样一个用户, 那么游戏呢, 无论是他的一个覆盖的领域, 游戏玩家的一个占比, 还是他的这个市场价值方面, 都非常的, 都非常的, 这几年的涨势非常的凶猛, 游戏呢, 它的重要性, 在整个社会上重要性也非常的大, 甚至游戏已经成为了当代的这个人们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交往的方式, 那与此同时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关于游戏哲学的讨论, 在近些年, 近一二十年, 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起来, 我们在一些经典的哲学刊物, 像PPR啊, Census上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关于游戏哲学的讨论, 然后相应的非常经典的一些著作, 也出版了非常的多, 像这个Games Agency as Art这样的一些书籍, 还拿到了美国的哲学学会的年度图书奖, 是非常的难得,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些年会出现了关于游戏哲学的这样一个讨论, 因为我们知道哲学这个历史非常的漫长, 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上好像的确有一些哲学家他会谈到这个哲学, 我们刚才谈到的席勒还是维特根斯坦那些, 他们都有谈到游戏, 但是似乎从来没有出现一个东西或者一个领域, 它叫做游戏哲学, 那会不会这个领域是我们深造出来的, 或者说我们强行把它给推上来的呢, 为什么, 如果不是的话, 那为什么在当下会出现游戏哲学这样一个领域呢, 那我们今天呢就主要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大概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来, 来阐述这样的一个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啊, 一个是从游戏的一个发展的历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呢就是从多样的游戏研究, 其他学科对于这些年对于游戏的研究, 从这个层面尝试来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呢我们从游戏哲学的这样一个研究领域, 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主要分为这三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来聊聊游戏的一个历史啊, 就可能很, 有的人会认为游戏好像是这个文明高度发达之后, 然后才会出现游戏, 但实际上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游戏的一个历史的话, 在远古的社会, 在距今七千八百多年的一些遗迹里面就发现了游戏了, 当时的话会是一些头子类的石板类的游戏, 那么在五千多年前的话, 在那个英国的那个斯卡拉布雷里面, 发现了一些头子类的游戏, 这类头子类的游戏, 我们当今的这个头子的功能高度的类似, 实际上很多的我们去看很多这个人类学的考察, 当他们对游戏性考察的时候, 会发现不同地区的多个文明, 好像在他们文明刚刚开始, 甚至是史前的时候都有出现游戏的这样一种事物, 不仅是这些地方像北非啊, 中东啊, 印度啊, 这些都有出现游戏, 甚至在一些利据陀螺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文本上面, 也都有关于这个游戏的一些记录, 而且当时的游戏的话, 它的规则, 它的精美的程度, 已经是达到一定的和当下的一些简单的游戏, 已经是可以媲美的了, 那我国的游戏也是这样, 我们战国2500多年前, 我们战国时期的时候就流行六博的游戏, 当然还有像围棋这类的游戏, 那么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像, 象棋啊, 扑克啊, 麻将, 数据等等一系列的游戏, 都是不断的被发现被创造出来, 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游戏的话它并不是一个近新年, 或者说是文明高度发达之后才出现的东西, 而是一直以来有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脉络, 然后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早期的游戏, 我们去考察一下它的特点, 那这些游戏有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呢? 我们会发现最早的那些游戏, 其实呢它带有很强的功能性, 那主要有哪些功能呢? 一个是, 主要是一个教学的功能和这个信仰的功能, 那教学的功能就是当时的话会有一些, 人们在面临着很多的生存的一些危机, 那么在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呢, 人们就想要去把这些生存的技能给交给他们的下一代, 那么这个教育的过程呢, 很多时候呢就用到的是游戏, 因为游戏的话, 它有很好的这个模拟和训练的过程, 所以说的话我们去看很多经典的游戏, 他们脱胎于的是狩猎生产, 像投壶这类的游戏, 有投壶最早, 当然投壶最早还是仪式的, 本来是射箭, 后来他们设不动的就改成是投壶, 然后的话还有一些劳动生产, 一些植物的辨别, 那些后来变成的是豆草这类的游戏, 还有一类的话就是和这个信仰有关, 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游戏呢, 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些宗教活动或者巫术活动, 那这些活动呢, 它非常的复杂, 并且很极具艺术性, 在这些活动的演变过程当中呢, 其中的这个信仰的成分呢, 就随着岁月的流逝就逐渐的消去了, 信仰的成分降低, 然后娱乐的成分提升, 就演变成了游戏, 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像放风筝这个游戏, 那本来最早的话其实是一种巫术活动, 它想象就是把我们人身体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把它附在这个风筝上面, 把它放飞, 再用这个把线给剪掉, 那我们的疾病那些就可以脱离我们的身体, 我们就能健康了, 本来是这样的一项那个巫术活动, 但是演变到我们现在的话,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娱乐的活动,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这类的游戏, 包括像其类的游戏, 大家都和这个宾室啊这些相关, 这类游戏的话, 最早的时候呢, 带有很强的功能性, 那么在游戏的发展过程当中呢, 人们觉得这个功能性啊, 它就开始逐渐的降低了, 尤其是当那个其他的一些教育活动, 教育的方式得到普及之后呢, 似乎人们不太愿意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教育, 更多能把游戏呢, 当作是消遣娱乐的这样一个对象, 在这种演变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游戏所受到了, 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和重视程度, 就大大地降低, 尽管这个游戏它更加的普及了, 但是呢, 这个人文学者或者说是一些试人这个阶层, 他们对游戏的关注呢, 就降低了很多, 这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 比如说早期的这个游戏呢, 它有很强的这个文化承载的功能, 然后呢, 北魏的时期呢, 有的人就发现啊, 这种旗类呢, 所现代的旗类呢, 它的文化功能不强, 很多呢, 强调是调增, 这个强调是争杀取胜, 和我们的这个传统伦理不太符合, 所以说他们发明出了一种叫如旗, 以让为生, 在下旗的同时呢, 进行一定的伦理教化, 那这类的游戏呢, 发明出来之后流行过一阵, 然后不久就被人咽气了, 因为大家觉得好像通过这个一个下旗, 就是一个娱乐的过程, 你在这个娱乐的过程里面, 强加一些娱乐性的东西, 强加一些教育性的东西进去, 是不太好的, 然后像大富翁也是, 大富翁最早的话, 他创造出来是为了向大众普及这个大财主的垄断的弊端的, 所以他有反垄断形式模式和垄断模式, 通过这两种模式的对比呢, 实际上他要推的是这种反垄断的模式, 来宣传反垄断的一些好处, 但没想到因为垄断的模式呢, 他的娱乐性更强, 在游戏推广之后呢, 这个纯粹的这个垄断模式, 反而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原来的教育功能呢, 也被人们所抛弃了, 象棋也是这样, 我们最早的这个象棋的话, 他有很多的这个, 他有很多的这个周易的一个教学的工作, 这左下角的这个图的话就是, 我们象棋在那个南北朝时期之前, 他是有很强的这个文化功能, 但后来这种富有文化功能的象棋呢, 在那个, 大家觉得太复杂了, 规则太复杂, 你要懂周易八卦的一些, 懂了之后呢, 你才能够去一下, 大家觉得不太合适, 所以说到了后来, 我们蒙古八卦象棋进来之后呢, 中国的象棋就变成了当下的这个样子, 他不再有太多的文化的承载, 而更多的强调他的娱乐性, 甚至相关的活动呢, 被用于赌博啊这些, 所以就是在游戏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娱乐性呢, 得到凸显, 功能性呢, 有所降低, 那么在后来的, 现在的, 现在的时候呢, 这个游戏发展到现在, 它更多的和现代科技结合在了一起, 有了更多的形式, 那这个时候呢, 好像游戏又有一种转变了, 它不再简简单单的是一些, 休闲娱乐的方式之一, 因为它占据的人群, 玩的玩家的一个人群, 它的分布实在占得太大了, 所以说游戏的话, 逐渐成为了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活动,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电子游戏, 70年代消费级的电子游戏开始发展, 80年代的时候呢, 电子游戏的玩家开始增多, 因为出现了家庭游戏机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21世纪来了之后呢, 由于电脑游戏, 移动端游戏的蓬勃发展, 降低了游戏的门槛, 玩家的数量呢, 前所未有的剧增, 所以整个社会玩游戏的人, 数量太多了, 一方面的话, 即便它仅仅是一个娱乐的方式, 但是有如此多的人参与进来, 那么它呢, 也就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休闲的一个功能, 而成为了更重要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重要活动, 除此之外的话, 它除了现在的电子游戏呢, 除了娱乐性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之外呢, 人们又重新去考虑它的一个功能性的这个层面, 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也有很多, 一方面的话, 这根正如刚才所说, 它社会性, 它社会的重要性有所提升, 玩游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所有的游戏, 它的价值观的一个传导, 然后它带给人们的这种交流的一个机会, 在这方面的它的比重有所增加了之后呢, 整个游戏, 我们就想能不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完成更多的一些工作,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游戏的那边呢, 也多种多样, 有纯粹的娱乐性的游戏, 也就有更多的就是有其他功能的一些游戏, 像教育类的游戏, 严肃类的游戏, 这一类的游戏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同样呢, 人们玩家游玩的一个需求也有所不同, 他们有对玩游戏的一个, 有的人呢, 他纯粹是为了就是放轻松放松娱乐来进行游玩, 那有的人呢, 他游玩游戏呢, 强调的是尤其是一些核心的玩家, 比如说他在玩一些模拟类的, 模拟飞行之类的游戏, 他除了要提升自己的一个, 一个修宪娱乐放松压力之外呢, 他还想得到一些专业技能的一些训练, 所以游玩的需求的不同, 也导致人们对于游戏功能性的, 这样的一个重视, 那么人们也发现这个游戏呢, 他能够干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多, 一方面的话, 他可以促进科技的进步, 因为玩游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嘛, 所以人们就开始去强调说, 有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个游戏的呈现方式, 由此呢, 我们从最开始的显像管, 到后来的显卡, 这里导致他科技的游戏设备的更新迭代,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游戏的它的呈现方式, 玩家足够多, 它呈现方式又足够的有趣, 所以呢, 关于人工智能这块, 也经常和游戏绑立在一起, 我们去看人工智能那些大的一些事件, 像那个从开始的那个IBM的这个国际象棋的机器人, 国际象棋的这样的一个电脑, 到后来的AlphaGo, 这些重大的事件呢都和游戏有关, 为什么? 因为游戏是人们所能够接触到的, 感知到的, 最直接的或者最普遍的这样的一种一项活动, 像最开始加拿大的那个, 加拿大的计算机的科学家们, 他们最开始在创造加拿大的计算机的时候, 他们想要向民众去, 想要向民众去展示这个计算机强大的能力, 那向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做这个紧字棋, 我们做一个紧字棋的程序, 让玩家和这个电脑进行PK, 然后从而来展示计算机的强大的能力, 因为玩紧字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游戏这个例子, 就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强大的能力, 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教育方式的一些改变, 游戏化的教育, 利用游戏来进行教学, 这类的工作呢也做了非常的多, 因为人们发现通过游戏呢, 玩家们对于游戏呢不太抵触, 学生对游戏也不太抵触, 通过游戏或者游戏化的一些元素来进行教育, 能够很好的去改善教育的方式, 然后还包括辅助治疗, 医疗啊, 文化传播这块, 这些都是游戏的它的功能性呢, 重新得到人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然后人们由于这些游戏的一个功能重新受到的人们的关注, 得到了学界的重视, 因此呢人们围绕着游戏呢就展开了大量的研究, 包括游戏文化的研究, 严肃游戏的研究, 有功能游戏的研究非常多, 那这里面呢就有多个学科开始了他们的游戏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们就看一下多样的游戏研究到底哪些学科进行了一个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首先是首先说一下这个多样的一个游戏的重要性得到提升之后, 那么我们呢其他的学科就根本就绕不开了这个, 绕不开这个游戏, 尤其是人文社科, 他们在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的时候, 都会把游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进行讨论, 那么游戏人工智能呢则是另外一个方面, 游戏人工智能呢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些人工智能的研究者们他们想要找到一个挑战的对象, 我们想要去挑战人类, 战胜人类, 那么在哪个方面上来战胜人类, 挑战人类呢, 他们就找到的是电子游戏, 所以从最开始的像香隆他们的一些论文, 像那个刘威尔他们的一些论文, 他们在创建这个游戏, 创造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 就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 现在计算, 利用计算机来建造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游戏玩家, 然后呢让这些游戏玩家呢能够去战胜人类, 从而呢凸显人工智能的一个强大的能力,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像深蓝也好, 然后像AlphaGo也好, 在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里面, 人工智能的一个社会影响力的突破, 都和电子游戏呢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的话是在6月份的时候, 也发了一个人工智能研究的报告, 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我们去详细的去梳理了人工智能历史上的历次的重大的事件, 然后我们发现这些重大的突破性的事件呢往往都和游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的话当代的这个当下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研究, 它还涉及到通用人工智能, 涉及到的是多智能体的一些合作, 像这些研究的话, 它不仅和,不仅把游戏和人工智能联合在来一起, 也把一些哲学对于通用智能体, 对于人类情绪的一些研究也融入到了其中,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有了可以通过以哲学的方式介入到游戏人工智, 游戏研究的这样的一个,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那么前面是游戏人工智能的领域, 有着非常多的研究, 那么在教育领域的话也有非常多的关于游戏的研究, 在上次就50年代的时候呢, 就有人提出我们可以通过利用一些游戏的方式来改善教育, 当时呢主要是通过游戏化的一些元素, 比如说一些排名通过这个积分的系统, 通过一些通过一些这个排行榜啊这些奖励的制度这些来改善我们的教育方式, 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 那么游戏化的教育方法呢就开始小规模的被应用于学校的教学活动当中, 那么一般来说有两种, 一种是把一些游戏当中的游戏化元素抽取出来, 然后应用在教学活动当中,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直接把游戏啊放在这个找找到一块足够好的一个游戏, 然后基于这个游戏来进行他们的教育活动, 那目前的话像我的世界像那个啊帝国时代啊, 还有像那个刺客信条这类的游戏呢都广泛的被应用在了游戏当中, 我记得统计应该是在美国的哪一个州好像是他们的小学有70%的小学好像都有去使用, 这个我的世界来做来加入到他们的教学活动当中, 那这个是教育啊教育的这个学界对于游戏的一个研究, 那么历史学这个领域呢也对这个游戏展开了很多的讨论, 历史学的话主要在2021年的时候那么那个历史的一个顶刊美国历史评论上面啊, 这个期刊呢就专门出了一期专题讨论来研究这个电子游戏如何影响啊这个历史啊历史这个领域啊, 那么历史的游戏研究的话主要是有三个层面或者三个方面的一个讨论, 一个呢是说游戏如何塑造公众的历史理解,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关于二战啊, 关于二战题材的游戏, 那么这类的二战题材的游戏呢如何塑造人公众对于当时的二战历史的一个理解, 尤其是像有一些游戏战略类的游戏它可以有虚构一些历史, 那么这个虚构历史对于公众的这个历史理解会不会造成一些的影响, 这方面呢会有一些研究,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把游戏当作是一种文化现象, 然后对整个游戏史的发展来进行研究, 那电子游戏怎么发展起来的, 远古的游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做这块的研究, 那第三类的话就是把游戏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材料, 尤其是桌游这类的游戏作为研究材料, 因为历史的史料呢不仅仅是一些文字嘛, 还有一些像民间的一些传说也好, 口口相传的传说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图文也好, 都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 那么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呢, 他们会参考一些当时的存在的一些游戏, 包括一些游戏的一些规则, 一些游戏的一些记录, 通过这样的把游戏呢作为一个历史材料, 来进行像的历史, 其他的历史问题的研究, 所以说历史学这个领域对游戏的研究的话, 主要是这三个方向, 认知科学领域啊, 这些也是对游戏有非常多的研究, 最开始的时候呢, 是关于游戏成瘾性的一些讨论, 当时的话是在《纽约时报》上面, 引起了很多的有一些大讨论, 就是说游戏到底具不具有成瘾性, 然后双方互有攻击, 然后的话到了后来是二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认知科学家去讨论, 玩游戏呢, 它的成瘾性不仅不会太高, 同时呢, 它还会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一些认知能力, 最早的话是对于人们手眼协调能力的提升, 空间想象力的提升, 那到了后来的话,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 两千年之后的话, 就更多的去讨论它对于复杂的认知能力的提升, 比如说你的注意力的提升, 工作记忆的提升, 然后就任务转换能力, 你的reaction的能力, 对这类能力你的提升, 那么到了近几年的话, 讨论的比较多的是游戏暴力, 这一些暴力游戏会不会对人的一个认知的功能, 认知习惯产生影响, 然后一些具体的不同游戏的成瘾机制, 它是怎么样的, 这方面的话也会有一些认知科学的研究, 这也是游戏认知科学这块, 最后的话就是游戏人类学这块, 游戏人类学包括前面的一些研究, 实际上和游戏哲学研究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像刚才说了游戏暴力, 游戏暴力本身就是游戏哲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那么这类的话题结合更多的话, 还是在游戏与人类学这块, 游戏人类学包括我们对于游戏定义的研究的话, 很大程度上就参考的是人类学家, 当然他主要是做历史, 但我们会认为他的一些游戏的人这个研究的话, 是偏向于人类学的这种研究, 那这个我们在讨论游戏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会参考很多早期的人类学者的一些研究, 因为当时的话他们秉承的是一种统一路径, 统一路线, 他们会认为说世界上不同的这样一个文化都出现了游戏的这样的一种活动, 那么这类活动的它的统一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通过寻找不同文化中游戏的统一的特征, 从而来给游戏下一个定义, 找到他们的一些共通性, 像人类学之父像泰勒这些, 他也有很多的讨论, 泰勒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他是单一的文化计划论者, 但当他在讨论到游戏的时候, 他主要秉承的更多的还是传播论的一种观点, 他会说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了规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那一定是这个游戏在它是传播从一个地方发源, 或者说从另外一个同一个起源的地方向其他地方进行传播的, 然后还像库林这些他们都去早期进行一个考察, 主要的他们的工作都是找不同文化, 他们活动当中的游戏的统一特征, 那后来的话是格尔茨·哥夫曼那个时代的话, 他们就更多的去讨论的是我们社会生活当中的, 一些游戏了, 有些都市里面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游戏, 包括赌博类的这类的游戏, 他们的特征到底是什么, 那到了当代的话, 可能更多的游戏的人力学的研究呢, 就考察的是网络游戏当中的人力学的一些研究, 包括的是在网络游戏里面, 这个不同网络游戏它的玩家社群的形成, 这玩家社群的一个特征到底是什么, 然后还有这些研究呢, 和我们的后来等一下会讲到游戏哲学里面的, 女性主义的一些研究, 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说总体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 无论是理工科还是人文社科, 很多的学科呢都开展了, 基于他们自身的一些研究的一些方式, 来开展了对游戏的一个研究, 那这类的游戏研究呢, 又进一步的去促使了游戏哲学的研究, 这里面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的话, 就是哲学研究经常要干的一件工作呢, 就是进行这个评价和评判, 我们去评价一下他们的一些, 他们有着很多的研究之后, 我们去评价一下他们研究的怎么样, 尤其是关于这个游戏暴力的, 这类的研究方面, 他本身呢可能更多早期的还是政治科学的研究, 然后后来的话哲学的现在关于游戏暴力的研究, 很多就是基于政治科学的一些研究的材料, 然后呢再来进行评头论足去研究, 他们的这些研究对于我们, 我们以哲学的方式来进行反思, 来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 然后像游戏的这个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也是一样, 我们的话有的时候在女性主义这一块, 女性主义研究这一块也是会根据, 这个他们在女性社群里面的相应的一些记录, 相应的一些采集的一些数据, 然后再来评价, 包括像人工智能这样的研究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做的自己中心那边会做一些关于游戏通用智能的一些研究, 那这些研究的话它就会涉及到是关于游戏中的通用智能体这块的一些讨论, 因为在游戏里面的人们总是想要去构建这样一个通用智能体, 使得去构建一种通用智能的这样一个NPC, 那这样一个通用智能的NPC在这样一个游戏的环境里面, 是否是可以看作是一个通用智能体, 然后呢他们在游戏当中的一个表现和线, 把他们移植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又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 那这块的讨论的话, 尽管它是它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早期的技术的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对它进行一些哲学的讨论, 哲学的评判, 然后从而来讨论这个给我们的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研究, 或者说是一些评价带来一些思考和一些材料, 因为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些其他学科的这样一些研究, 那么我们可以从哲学的层面再来进行探索和思考, 这是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学科的研究啊, 它要么呢是把这个游戏, 要么是来探索游戏的应用, 比如说是游戏人工智能也好, 游戏认知科学也好, 他们是来探索游戏的应用的, 要么呢是挖掘游戏的历史, 要么是探索游戏的表现, 那这些研究呢基本上很少关注的是游戏自身, 游戏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 好像他们不太讨论, 然后游戏的独特性问题呢, 它和其他的艺术呈现形式, 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也不太讨论, 还有包括游戏的价值问题, 游戏中的伦理问题, 这些议题的话好像是缺失的, 但这些议题呢也是当下的这个游戏, 做不可或缺的, 要研究游戏的话, 是不可或缺或缺的话题, 那这些话题的一个讨论呢, 就应当是有哲学这个学科来进行补处, 因为哲学的话, 它就是关注根本意义, 根本价值, 关注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学科, 所以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视角出发, 来讨论这样的一些游戏的问题, 然后呢为游戏的社会定位和发展方向问题呢, 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 那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呢, 我们会发现从哲学的角度去介入到游戏的研究, 然后去产生这样一个游戏哲学的研究方向, 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尤其是我们刚才树立历史的时候, 发现游戏这个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了, 那好像面对这么重要的一个社会方式, 不从哲学的角度上面进行思考和探索, 好像也有点说不太过去,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一个游戏哲学的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两个原因,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游戏哲学研究, 那么它究竟有哪些研究方向呢, 实际上呢在哲学史上已经有了很多关于游戏的讨论了, 无论维特根斯坦啊, 康德啊, 席勒啊, 卡拉穆尔啊, 这些他们都在自己的论述里面有提到游戏, 当然他们好像没有专门去创建一个游戏哲学的方向进行专门的讨论, 更多是他们的研究过程当中, 然后把游戏呢作为一个对比的, 或者研究的对, 或者说是一个例子来进行讨论, 比如说康德他在谈到游戏的时候呢, 他就是把游戏看作是一种被迫的劳动, 相对立的这种自由的活论, 把它看作跟艺术一样的一个相对自由的活动来进行讨论的, 席勒也是, 席勒当他去谈游戏的时候呢, 他谈的是他和艺术一样, 他是精神自由状态的一种象征, 然后当然他后续还会去谈一种自然游戏和一种走艺术的审美游戏之间的一些区别, 然后呢像卡拉穆尔的话, 他去谈论游戏的时候, 他主要是针对于的是对康德和席勒的相关联的一个反目, 他会认为说, 像康德和席勒他们会认为, 说你怎么去看待游戏到底是什么, 其实依赖于的是你人的一个主观的精神, 你的一个你是怎么去看待这类游戏的, 你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游戏的, 那卡拉穆尔的话觉得并不是, 他认为说游戏的主体是游戏的本身, 这些讨论的话他们好像没有专门开辟一个方向来谈游戏哲学, 更多的话还是提及的游戏, 当然的话游戏哲学史上还有一些研究也会提到游戏, 像体育哲学, 像休闲哲学, 里面都会涉及到游戏, 实际上游戏哲学的一些早期的研究人员, 他们就是从这个游戏体育哲学这边转过来, 比如说我们等下会说到的像素词啊这些, 他早期就是做体育哲学的研究, 然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然后转向去做这个游戏哲学, 那游戏哲学它的一个研究议题大概有哪些呢, 一个的话当然就是游戏概念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怎么去对游戏进行定义, 然后游戏划分有哪些类型, 那这块的话是游戏概念, 游戏定义这样的一些讨论, 还有的话就是游戏实在性的一些讨论, 这类的讨论的话包括什么虚拟实在论啊, 以及与其他虚拟世界的区别, 因为我们讨论虚拟实在这类的话题, 好像我们已经有其他的一些讨论的方式, 我们从上世纪末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 为什么要在游戏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来讨论呢, 就有人发现说游戏的这样一个虚拟的世界啊, 和其他的像小说的这个虚拟世界还有点不太一样, 他的有一些特别之处, 那么在游戏里面去讨论的话, 他会有一些提供一些特别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包括游戏伦理的问题, 游戏伦理游戏两难啊这些的问题, 包括的是游戏里面的伦理问题, 和游戏社群中的伦理问题, 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到, 然后还有游戏艺术的问题, 就是游戏作为艺术, 作为一门艺术它的特殊性何在, 然后游戏的叙事方式, 和传统的这个小说这一类的叙事方式,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游戏政治学的一些问题, 他们主要讨论的是规则控制反制这类的关系, 然后还有游戏旅行主义的一些话题, 甚至呢还有一些基于游戏的哲学研究,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游戏这样一个工具, 来帮助我们更好进行哲学的研究, 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些实验哲学的一些工作, 它可能比问卷啊这些要更有效一点, 这一点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实践, 发现好像这样方面收集到数据的话, 会比纯粹的实验哲学的问卷要更好一些, 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些, 在游戏里面做一些思想实验的这样的一些尝试, 这是有很多的研究课研究议题啊, 我们等一下会从里面选择一些来详细的再讲一讲, 然后这是国内的一些研究, 当然也有虽然说游戏哲学, 它主要是主要的研究阵地还是在国外, 但是国内的话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游戏哲学的研究了, 探索证明啊, 自然编证法啊这些上面都有发表, 然后的话今年的话, 去年的话也有刚拿到关于游戏哲学的一个专门的哲学方面的一些个课题, 一个面上也有一个青年项目啊, 已经开始有了游戏的这个伦理学的研究, 那么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是不同领域的, 刚才说到这些研究领域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研究啊, 像游戏概念的研究当然非常多了, 最著名的最重要的两个参考材料的话, 一个就是赫一鲸哈利游戏的人, 他提出了摩托员理论说什么是游戏呢, 是我们一个对于生活的一种抽象, 我们要在生活的这个规则生活的一个现实世界当中抽象出一些规则, 然后构成一个摩圈, 这个摩圈和现实世界有一定的差距, 那么在这个摩圈当中的这样一些活动的话, 它就是游戏, 那么素词的话它也提供了一个关于游戏的定义, 实际上素词的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游戏定义也是当下被讨论的最多的, 他会说一个人在玩一个游戏当街紧张什么呢, 他有一个前游戏的一个目标, 然后呢, 他仅仅使用特定规则下的一些手段, 他有前一些目标, 然后他有一个游戏方式, 用特定规则来玩游戏, 然后呢, 这种特定的规则呢, 他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比日常的处理手段呢, 要更加的低效, 你人为的去增加一些负担, 增加一些使得这个在这种规则下进行形式并不是最高效的一种方式, 然后呢, 他要承诺我有一个游戏的态度, 为了参加游戏活动, 我要服从规则的这样一个游戏态度, 那么有了这几个特点, 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游戏活动, 他给了一个这样的定义, 这样定义的话, 后面就有很多的关于这个的讨论, 然后有他受到了一些批评, 说你这个定义的话, 实际上要么就是不完全, 要么的话他本身就是, 他本身里面会出现一些矛盾性的, 可以推出一些矛盾, 然后的话他构建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然后即便构建的方式也没有问题, 他可能涵盖的一个, 也无法去涵盖当下的一些游戏, 那么针对于这些批评的话, 他会也会有一些修正方案, 然后这些修正方案呢, 也会受到一些的回应, 总体上来说呢, 关于这个游戏定义的讨论, 是还是非常的热烈的, 尤其是在当下我们发现, 游戏有了MOD, 有了外挂, 然后有了互动电影, 然后有玩家共建的这样的一类游戏之后呢, 好像对于传统的这个游戏定义的方式呢, 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就有很多的讨论在里面, 这是对于游戏概念的游戏定义的一个讨论,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虚拟性和实在性的一个讨论, 他说是游戏作为一种活动, 尤其是电子游戏作为这样的一种活动呢, 他的活动内容呢, 好像是一种虚构的, 那如何保证里面的一个实在性呢, 比如说我在游戏当中击败了一个BOSS, 他同时呢, 又是游戏中的我操纵的那个角色, 他击败了那个BOSS,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是玩家击败了BOSS, 他的一个实在性和虚拟性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张力, 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讨论了, 有很多讨论, 然后呢, 这里面主要的讨论的话, 会去说, 这个游戏, 它的一个虚拟性呢, 和其他的像小说这类事物的虚拟性呢, 还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他必须要玩家的一个深度的参与, 所以说他们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一个虚拟性, 一个是电子游戏, 你在玩的过程当中, 它的虚拟性和实在性的讨论, 以及呢, 你把游戏创造出来之后, 没有玩家玩的过程当中, 它的一个虚拟性和实在性的讨论, 大概有区分这两种不同的, 来进行一个相应的研究, 那这是游戏当中的虚拟实在性的一个讨论, 然后还有游戏伦理的这样一个话题, 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哲学的话题, 大体上就是说游戏当中, 在游戏当中进行不道德的行为, 是不是被允许的, 那这个主要是在游戏中的伦理问题, 这边的讨论当然很多, 他说的是像一些, 像一些, 我们在游戏当中, 有的人会说, 那游戏只是一个游戏罢了, 我们在游戏当中进行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不代表我们真正的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尤其是暴力, 像游戏暴力这样的行为, 我们又不是真正的去做他们, 那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呢, 我们如果说这都不能允许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伤害了一些NPC, 使得我们整个游戏活动都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比如说如果禁止在游戏里面杀人的话, 好像满多的游戏都没办法进行下去, 这里面会有一些讨论, 那这类讨论的话, 这早期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近几年的话, 主要是NAC在08年的时候提出了另外一类讨论, 就是说同样是不道德的行为, 那有的同样是不道德的行为, 那有的呢, 有的行为呢, 我们认为在游戏里面进行是被允许的, 有的呢是不被允许的, 这个的话他们认为是这个游戏两难问题, 这类的问题主要是主要讨论的比较多的是, 两类, 一个呢是游戏谋杀和游戏恋童, 他说在游戏里面去谋杀其他的NPC, 好像呢是我们认为是可以被允许的, 因为不这样做游戏进行不下去嘛, 我们都可以理解, 在游戏里面我们是可以进行谋杀行为的, 但是呢游戏里面进行恋童的一些行为, 我们好像就不被允许, 无论他是不是在一个虚拟的游戏世界当中, 你只要进行这个恋童行为呢, 就是不被允许, 但是呢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按照他的, 我们又没有办法从其他方式去把这两种行为给区分开来, 就是暴力行为和游戏恋童行为, 没有办法区分开来, 这两种不道德行为没办法区分开来, 那没办法区分开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同样是不道德的行为, 有的被允许, 有的不被允许, 针对这个话题的话, 有很多年的讨论, 一直到这些年, 近两三年的话, 都有很多的讨论会出现, 这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不讨论游戏不到的行为是我们被允许, 而是讨论不到的行为有些被允许, 有些不被允许, 为什么, 然后的话刚才讨论的都是游戏内的伦理问题,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游戏外的伦理问题, 主要是玩家的社群, 玩家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 就社群当中的一些歧视, 然后一些争斗, 一些嫉妒心, 类似这样的一些话题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点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游戏的女性主义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伦理问题, 是开发商这些带来的, 就是盗版的问题, 然后游戏作弊的问题, 游戏作弊是不是违反了伦理啊, 这些的话都是游戏伦理的一个讨论的范畴, 然后近几年比较火的就是这个游戏女性主义的这样一个问题, 他也分游戏过程中的女性主义, 就是说在游玩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一些对于女性的一些歧视的形象, 一些骚扰的行为,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女性的形象的一些设计好像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然后的话会说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呢, 女性经常性的受到骚扰, 尤其是一些网络游戏里面, 还有一些呢会说玩家们会普遍的对女性的能力产生歧视, 尤其在一些竞技游戏当中, 知道你是一个女性玩家之后就不想和自己就不想和她一起玩, 所以很多女性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刻意的去隐藏自己的一个性别, 或者说编造自己的一些性别, 那这是游戏过程当中的一些女性主义话题的一些讨论, 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社群当中游戏外的女性主义的讨论, 这里面的话主要是关于有女性的游戏主播和游戏的女性的游戏解说员, 但还有一些让他们在社群当中活动的时候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公共的待遇, 那这些的话, 这些话题的话在近几年会比较火, 是这个女性主义的研究, 然后还有就是游戏与艺术的讨论, 最早的话是关于游戏到底是不是艺术的讨论, 然后我们现在好像都默认它是一种艺术了, 那么游戏这种艺术它的特殊性何在, 会关于这个话题更加讨论的会更多一点, 它的叙事的方式也好, 它的呈现的方式也好, 它的玩家的参与对于游戏这种特殊艺术的一种改变也好, 这些话题我们会谈得更多一点, 然后还有的话游戏的特殊的叙事方式, 赋予了它怎样的一种特殊性, 这里游戏与艺术的话会有一些讨论, 然后最后的话, 对这上面上述的这些就是我们游戏哲学的相应的研究领域, 然后相应的一些研究的方式, 时间有限啊, 那个我们就暂时先介绍到这里就没有详细的去阐释, 然后最后的话再说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厦门大学的游戏哲学研究中心, 我们这个中心的话是在21年的时候是线上的平台成立, 然后在22年年初的时候呢是在线下落牌, 然后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中心主要研究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是游戏与文化这个话题, 里面包括游戏哲学的研究, 然后游戏历史的研究, 游戏艺术, 我们游戏艺术这块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游戏当中的呈现, 然后还有游戏人类学的研究,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做一些和科技相关的研究, 比如说游戏人工智能, 游戏人质科学的一些研究, 我们相应的一些研究成果的话在人民日报啊, 中国日报上面都有一些都有一些转载或者报道, 然后也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去展出了我们的一些成果, 然后我们有相应的一些会议去都放在了网上,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 以上的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对于游戏人工, 游戏哲学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以及为什么游戏哲学在当下能够应运而生, 这样的一个报告, 感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刚才赞浩为我们做的分享, 刚才赞浩提到,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在夏门大学已经成立了游戏哲学作为核心研究主题的研究中心,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刚才赞浩为我们三个给出了三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我感觉很全面的一个分享, 首先他介绍了游戏的历史, 然后又从跨学科的角度整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尊关式的这样的一个介绍, 与这个人工智能与历史与认知科学等等, 各方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艺术这样的, 对这个游戏这样的一门这个学科呢, 展开了不同方向的研究, 然后最后呢, 又比较全面的为我们提供了就是游戏哲学, 涉及到的双方面面的领域, 非常感谢赞浩,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今天的语谈嘉宾, 袁袁老师, 袁老师请, 好, 张老师好, 张老师好, 那个, 我可能讲几个部分, 那个一轮一轮的这个讨论吧, 然后呢, 首先我就先讲一个, 我可能大概我今天我梳理一下, 我可能会看按我们讨论, 的这个节奏, 然后也是回应刚才詹老师讲的内容, 其实关于游戏和艺术呢,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 而且现在有非常, 有激进的这个艺术理论家, 或者是策展人, 他们认为电子游戏, 就是跟游戏有关的这样的, 把它来做的这个艺术, 应该把它放在艺术的前卫艺术里头, 也就是说它处在当代艺术的这个前沿, 因为无论是技术也好, 还是这个实践也好, 它相比传统的艺术每一届它更挑战, 所以呢, 这个是那个比较激进的这个理论家和实践者, 然后当然也有那个完全站在反方立场的, 就是拒绝承认这个电子游戏具有这个艺术的这种合法性和地位, 所以这个两方面打的是很厉害的, 当然我今天呢, 可能就讲几个跟这个有关系的, 一个是说电子游戏作为, 我主要聚焦在这个电子游戏, 就是80年代往后的这个游戏, 不把它这个游戏的概念扩大化, 那么一个呢, 是想说谈电子游戏作为艺术的这个争议, 就是在艺术界里头的争议,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个人持的立场是这个把电子游戏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媒介, 为什么特别重要, 然后呢, 另外我还想展开呢, 具体怎么做, 就是说艺术家的这个实践的策略有哪些, 就是我可能就是这个三个方面来去那个这个展开, 然后呢, 我就在开场的时候呢, 我就先从这个, 先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 我来分享一下屏幕, 我就讲这个艺术家已经去世了, 是叫哈伦法洛基, 然后他去世前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作品, 叫平行, 是它是四部分的一个视频装置, 分别是都最长不超过15分钟, 从7分钟到15分钟, 这是他在展厅里头的这样的这个呈现的那个方式, 然后他的平行的这个一呢, 就是我们可以稍, 这是已经做了合集了, 那么他平行的一里头呢, 他从80年代最早的游戏里头, 那个他从一棵树来入手, 就是最早的时候游戏里头是这样的, 只有这个垂直和水平线可以用来表达这个树, 那是当时候的技术计算机图像的这样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使得我们根本不可能再现现现实世界里头的一棵树, 所以只能用一个技术上面限制的一个这样的那个线条, 水平和垂直的线条来去表现一个树, 那么这个树当然你在图像上看它是抽象的, 但这种抽象被认为是所谓的计算机图像的失败, 因为是早期嘛, 你的技术的这个限制, 然后再到后面它逐步在这个当中平行一这个第一部作品当中, 到现在我们已经在游戏当中可以看见的树, 不仅仅是作为平面的树, 而是作为第一人成可以进入的树, 它的清晰的程度, 你都完全难以跟在现实当中电影里头拍的这个所谓森林的这种图像区分开来了, 所以现在的游戏就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那个视觉, 就完全像是我们讲的一种照相写实主义一样, 就是让你在这个当中一个三维空间, 第一人成视角去穿行, 所以这个第一部当中, 它就讲到了这个所谓回顾了计算机图像, 利用游戏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图像, 来去回顾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和眼镜, 它从最初如何眼睛到现在, 在不断趋于一个完全拟真的状态, 然后它的第二个部分呢, 你看这个里头也是第一部分的平行里头讲到的, 早期的抽象到现在的那个, 它这个用水面, 它用不同的来去解释这一点, 然后在它的这个第二部当中, 是八分钟的这个视频, 然后这个当中就不断的通过游戏当中的人物去探索, 因为我们知道游戏是有空间的, 它就这个法洛基用的里头就是不断的去探索, 所谓游戏当中这个游戏世界, 这个当中的空间的边界, 所以第二部的时候就, 它的所有人物不是去执行那个目标的, 不是去执行那个叙事的, 而是就是探索这个所谓的游戏世界里头空间的边界, 然后到它的这个第三部的时候, 这个也是七分钟, 然后第三部的时候它就试图去来讲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在这个当中, 所谓所有在游戏世界里头, 你像是, 它像是一个这个所谓当在游戏世界当中的这种数码物, 是一种造主, 而更是为了强调你在游戏世界当中所获得的那个体验, 它不再是去在线和模拟你现实当中的体验, 而是这种体验只能在这个当中去获得, 也就是你要得到这种体验, 你就必须进入我的世界, 对,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平行三, 然后到这个平行四的当中的时候, 它更是讲这个主体性, 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当中的那个主人公, 它不像我们现实世界当中, 你有一个血缘关系, 有个地缘关系, 有个亲缘关系, 没有, 他们没有父母, 没有朋友, 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所有的关系都让你在游戏世界当中的活动去建立那个关系, 所以这里头其实他就这个法洛基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作品, 然后等于从这个游戏的那个图像的历史的脉络, 然后到空间这个世界的那种边界, 到这个当中的数码物的本质, 再到游戏本身的那种主体性, 就在游戏当中那个身份的主体性, 他不断的把这个问题延展开来, 那么我藉由这里头呢就想来去那个, 这是14年, 他14年去世的这个作品是12年到14年, 然后由此就带出第一个那个刚才我说我想特别讨论的问题, 就是电子游戏可以作为艺术吗, 然后呢这个当中是有争议的, 这个争议当中呢我先讲反方观点, 因为我自己是在正方观点, 那么反方观点当中反对将电子游戏作为艺术的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人, 这个当中有包括电影的评论家,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罗杰伊波特, 就是都出过他的系列伟大的电影, 这个电影评论家, 然后那个也有这个所谓的艺术理论家, 然后什么类型的都, 也甚至包括游戏业内的人士, 都有这个所谓反对把电子游戏作为艺术的, 那么反对作为艺术持有几种观点, 一方面就说电子游戏就是设计, 就像我们讲那个产品设计一样, 它是个商品, 你可以说这个当中你去把它作为一个设计来去理解它, 但是根本不需要给它所谓的艺术的合法性的地位,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强调, 跟我们一会可能会去讨论所谓游戏的这个本体, 比如说它这个当中有娱乐性, 然后这种娱乐性的部分和艺术性兼容吗? 对吧, 所以这就是有的那个反方观点是从这个角度来去介入的, 有娱乐性有商业性, 然后它的这种娱乐性和商业性跟艺术可能在反对者看来, 他们就是完全不相容的, 所以这是反对者的这个视角, 我就不去过度的去来去展开, 那么我自己持的立场呢, 当然是这个电子游戏这个要作为艺术, 而且非常重要, 这里头呢一方面有观念层面呢, 如果泛化的有人会觉得, 这个还用去解释电子游戏可以作为艺术吗? 不是什么都可以作为艺术吗? 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任何万物都可以作为艺术, 那这个电子游戏作为艺术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 我是想说它作为一个独特的那个媒介, 它有自己的那个属性, 我们来把它那个去 严肃地看到的, 而不是说在那种大框里头, 什么东西都可以作为艺术, 那游戏自然也可以, 对吧? 不是在这样一个那个逻辑下面, 说把它作为艺术, 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 第二点呢是说, 刚才那个詹老师也提到, 中国有一半的人是游戏玩家, 中国这个数字可能在我看到的全球数字当中, 都已经是很惊人的了, 因为我看到全球的数据应该是三分之一的是玩家, 对吧? 然后中国这个玩家的这个数据的比例, 比全世界的平均的比例还要更高, 那当然我们跟中国的这种数字化的程度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不把这个游戏作为一个艺术媒介去深入的去探讨它的潜力的话, 你想想, 一个一半的人都是玩家的这样一个媒介, 你完全放弃了它的潜力, 它作为艺术表达的潜力, 作为社会改这个这个所谓社会变革的潜力, 作为各方面的潜力, 我们讲所有, 尤其是当代艺术关注的所有的领域的潜力, 你放弃了这样一个普及到一半人群的这样的一个媒介,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不能说游戏那个看到大量的负面, 就我们说把这个吸胶水连孩子就一块儿倒了, 那我可能就还想要那个孩子, 对吧? 那我就必须特别认真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这里头呢就是, 我可能持的这个观点就是特别简单的观点, 一方面这个媒, 我可能说我说电子游戏一定要作为, 我们要特别严肃的把它作为艺术媒介去探讨它的潜力, 我其实简要来说就是两个观点, 第一个电子艺术媒介, 电子游戏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媒介属性, 就是其他的艺术的表达媒介都没有, 就游戏有,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的人群已经这个超过了将近在中国50%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那这个是有着所有我们讲当代艺术特别在意的各个领域的这种表达的激进的变革的潜力的, 我可能就基于这两点, 我就来, 这是我的立场, 那第一轮我就讲这一点。 好的好的, 感谢袁老师的分享, 赵浩老师, 要不要你先针对袁老师刚才的分享来回应一下, 对, 就是像这类话题的话, 刚才说到, 袁老师这边提到一个特别的点, 就是游戏呢有其他的一个艺术媒介所不具备的一个特征, 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探索这个特征是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列为的是这个互动性, 因为它好像是其他的艺术媒介, 它的互动性像小说啊图画啊那些, 那它在互动, 它不太具有互动性这样一个东西, 你没办法参与其中去进行, 你没办法进入到这个自己去进行构造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把互动性列为它的一个特殊之处, 那不得不就要问另外一个话题了, 就是如果说我们说游戏是一个艺术的话, 那这个艺术性的一个呈现到底是谁带来的, 是游戏的设计师还是游戏的玩家, 那这个好像和其他艺术形式也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当我们去看一个, 很多的我们去看一个游戏的艺术, 包括我们去看根据游戏, 他们通过一个游戏来构造一部故事, 然后甚至通过游戏来拍一部电影的时候, 它并不是游戏的设计师他在干这样一件事情, 而是游戏的玩家在干这样一件事情,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平平无奇的一些游戏, 它可能具有的艺术性不是那么多, 但是当他到了一个比如说速通玩家的手中的时候, 速通玩家他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款游戏, 然后他就要去打破游戏当中的一些规则, 一些我们常规的认为他的一个叙事的手法, 他的一个流程, 我要再补, 当然他速通游戏分了非常多种, 有一种是在不再破坏不利用他的游戏的引擎的漏洞的同时呢, 我通过对他游戏内部的规则的一个打破, 从而使得了我可以跳过其中的一些关卡, 达到最后一个关,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对于规则性的打破这块, 好像呢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还蛮艺术的, 那在这个时候就还是回到刚才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说称这种活动, 我们称之为它是一个艺术活动的话, 那这个艺术性到底是游戏的开发者所带来的呢, 还是玩家所带来的, 因为游戏它好像是没有玩家, 它是不成立的, 但如果我们把玩家列入到这个艺术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又很奇怪了, 因为那玩家和这个游戏的设计师, 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觉得张老师这个问题是, 我就不差点, 我就那个刚才提这个问题特别棒, 那个首先这里头带来一个所谓的那个游戏的互动性和艺术性的那个, 他们之间的这个这种冲突, 或者我们叫张力吧, 对吧, 因为那个游戏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 它就有那个互动性在里头, 那么这个互动性是这个游戏的设计者和这个玩家, 他们共同来去这个都在这个当中那个参与到这个互动性里头, 前者设计互动的规则对吧, 或者在一个玩的具体的活动里头, 好, 首先呢, 我说我这个我们讲电子游戏可以作为艺术, 但是能够作为艺术的游戏, 我先界定它是游戏啊, 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讲游戏的那些属性, 它都有对吧, 但是能够作为艺术的电子游戏是少之又少, 甚至你都可以说屈指可数, 那我们讲游戏那已经不是屈指可数了, 对吧, 那已经是多如牛毛, 但是能够作为艺术的游戏, 在我们看得到的实践当中少之又少, 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客观的这个事实是这样的, 然后再来谈互动性和游戏性之间和艺术性之间的那个这个张力, 这里头就在于你怎么让说玩家参与通过这个这个互动性来参与这个游戏, 但是仍然在这个当中你的作品还有那个艺术性的表达, 就是你的艺术性的表达不会由于玩家的参与使得它被消解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只有很少的非常少的电子游戏可以作为艺术呢, 原因就就是在他处理这个张力的这个这个问题上面, 另外呢, 我们去可能这里头要不断的去厘清啊, 就好像我们讲游戏有非常多的属性, 然后他某些属性都跟别的类别交集有交集, 对吧, 比如说我们讲游戏有叙事性, 那电影和文学也有叙事性, 对吧, 但是电影和文学跟游戏在叙事性上面的交集, 那么他们区别的地方就在于那个他们那个叙事都是构造另外一种现实, 对吧, 都构造了另外一种现实, 虚构了另外一种现实, 但是电影和文学虚构的那种现实是你观看者只能被动的观看, 你不能互动, 他没有互动性, 他都有构造另外一种现实, 而游戏构造另外一种现实是这个玩家是可以参与其中的, 他是有互动性的这个现实, 然后呢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 我当然也很想跟那个也想问唱歌, 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他跟体育, 就我们讲跟竞技体育之间, 他们当然也有交集, 但是那种那个把它又区分于体育的地方在哪里, 我自己理解呢可能是我自己想啊, 我也不知道准不准确, 我觉得他可能区分那个体育的地方呢, 就在于说我游戏可以我作为一个化, 我不仅仅有游戏性, 因为体育竞技也有游戏性嘛, 有可玩性嘛, 但是我不能作为一个化身进去, 对吧, 我自己是把那个化身的那个部分, 可能是那个作为他们的区别, 但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好的好的, 感谢袁老师, 刚才我感觉我们的考虑呢, 其实形成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话题, 一个呢是相当于说, 就是涉及到游戏与艺术的关系, 是吧, 其中特别涉及到的, 我想就是跟这个互动性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吧, 另外一个我感觉到就是张浩老师刚才分享的过程中, 我觉得也有一个有趣的话题, 它其实反复在强调的是游戏的娱乐性和功能性, 中间似乎也有一个张力, 是吧, 无论是我们谈到游戏的历史, 还是今天我们各个学科对游戏的关注, 那么呢, 我也想就这个话题呢, 我想是不是也来分享一下我准备的一点, 我的内容,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涉及到游戏这个话题呢, 实际上无论张浩老师还是我们接下来讨论, 其实就是涉及到的是Game这个概念, 对吧, 不过我们也知道就是Game这个概念, 它有的时候呢是跟游戏相重合, 有的时候呢就不那么重合, 比如说我们会说那个Olympic Games, 对吧,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把它理解成为是奥林匹克游戏, 是吧, 但是我们可能会把它叫做奥运会啊之类的啊, 像这个Game Theory, 我们一般也不会把它翻译成是游戏里面, 而会把它翻译成是博弈论, 是吧,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讲到游戏的时候呢, 当然想到的是Play这个概念, 而Play这个概念, 我们假如说回顾像这个Spot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像Spot这个概念, 它最一开始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娱乐呀, 消停等等这些关系是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这又让我们看到, 就像刚才袁老师也提到的, 就是在这个游戏, 包括艺术和体育这几者之间, 也有一个密切的关联, 所以呢, 我是想, 就是等于说, 可能我现在讲的可能不是, 就是狭义上的,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电有了, 而是说可能是要, 接下来回顾到最早之前, 就等于说, 比如亚里说到底啊, 亚里说到底啊, 亚里说到底我想就是它涉及到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呢, 都跟我们今天讨论游戏呢, 有一些关联, 一个呢是在这个希腊语中呢, 叫做拍点, 另外一个叫solid, 这两个概念呢, 就是在两个不同的方面, 都跟我们对游戏的理解相关, 然后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呢, 他说, 闲暇就是实际上对应的是这个solid这个词,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特别强调就是像这个, 他会强调说人的这个整个人生最后的这个假如说有一个目的的话, 假如说人的整个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的实践最终有一个指向的话, 他会认为呢, 这肯定指向的不是那个嗨脸, 肯定不是这个玩乐, 而是这个闲暇, 比如说就是我们都知道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 是吧, 就是说像这个哲学啊, 艺术都是起源于闲暇, 但是就今天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对游戏的理解似乎其中既有玩乐, 是吧, 又有闲暇, 这两者是在我们的关于游戏的理解之中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他是这样来解释的, 他是说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闲暇和玩乐呢, 他说假如说我们经常呢, 把这个玩乐呢跟工作来去做区分, 认为就是说我们玩乐呢, 就是让我们从功德中解脱出来的东西, 但他认为呢, 其实呢, 假如说我们拿玩乐去跟这个闲暇去来做比较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呢, 其实玩乐与工作的关联, 远远要比闲暇与工作的关联更密切, 他的关联是说呢, 其实这个玩乐跟工作呢, 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 正因为我们要工作, 所以我们就要休息, 而这个玩乐呢, 至少我们讲的是成年人的玩乐啊, 他其实就是要从这个工作中呢, 获得喘息啊, 获得休息, 而另外呢, 他会强调呢, 就是这个闲暇, 他却是跟这个工作以及玩乐这样的一对概念的, 他是那个整个的对立面啊, 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作为这个自由活动的, 像艺术啊, 像哲学啊, 像这个, 比如说我们知道就是古希腊人有这个体育竞技, 是吧, 他都会理解成为是, 他并不是玩乐啊, 而是恰恰是玩乐以及工作的那个反面, 那么, 假如说我们看词原话也会发现这两个词呢, 其实差别挺大, 这个拍叠啊, 他其实呢, 是来源于儿童这个概念, 而这个solid呢, 我们知道他是来源于这个自由时间啊, 他更多就跟我们关于自由的理解联系在一起啊, 我们假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对概念假如做一种本土化的理解, 那么呢, 呃, 玩乐呢, 这个拍变呢, 更多讲的是消遣, 是吧, 工作与消遣, 而这个闲暇呢, 我也是觉得闲暇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 但是呢, 假如他的意识逍遥可能中国的空谷是太明了, 但是我觉得也许可能, 呃, 就是亚里士德尔讲的更多是啊, 这样的一个逍遥这样的概念, 那么刚才呃, 詹浩的分享里面也提到了那个摩圈这个概念啊, 我们知道假如说我们去理解这个游戏啊, 特别是从这个拍叡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啊,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现实本身是一个开放的场地, 但是与这个开放的场地啊, 这样的去比较呢, 那么拍叡假如说是我们更从广义上去理解, 它不只是为这个呃, 工作呢提供一个间隙, 而是广义上去理解, 那么呢, 嗯, 我会更赞同说呢, 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游戏呢, 实际上它更多是在于, 从不同意义上对于现实的一种屏蔽, 哪怕只是一种局部性的屏蔽,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比较聪明的动物中间呢, 其实已经出现了像拍叠这样的行为, 比如说小狗小猫是吧, 在这个动物幼崽之间, 它们呢就会达成一种默契啊, 进入到一种游戏的状态, 而这样的一个进入游戏状态呢, 往往是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自己动作, 作为这个先导的, 那么人类儿童呢, 我们也说小孩就是他的所有的工作, 就是他们所有的活动就都是广义式的门啊, 那么其实也在于就是, 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的文明为小孩呢, 提供了一个可以与那个广义上的像现实, 相隔绝的这样一个保障啊, 它是小孩是生活在自己的安全圈里边的, 所以就是广义上小孩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理解为实在话啊, 但是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看无论是啊, 就是今天我们意义上讲到这个play这个概念, 还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话, 你发现其实它都不只是简单是跟这个消遣或者娱乐联系在一起, 当然呢, 它可能就是比如像戏剧啊, 音乐节庆竞技啊, 奥林匹克竞技这一些呢, 可能都只能具有这个娱乐性, 但是呢, 它会就像刚才三号刚才讲到的, 它会更跟一些这个更严肃的事情关联在一起, 比如说两个人约一场决斗啊, 然后一场战争, 然后像生意啊, 以至外交, 我们都常也会讲到我们要遵循游戏规则啊, 会强调这个bedness, 对吧, 更进一步讲, 我们会是讲就是说这个, 假如说是我们这个进入到了一个异度空间, 是吧, 我们去旅游, 我们去探险, 或者说呢, 我们就离开了常规的生活去进行休闲, 这个呢, 都是我们可以在广义上理解的这个play这个概念, 所以呢, 呃, 假如说我们是从这个play, 从这个pidea的概念去理解游戏的话, 我们发现呢, 它这个呢, 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域, 但是这个自由的场域呢, 与那个差于现实某种程度的屏蔽, 啊, 有这样的一种封闭性呢, 恰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那么进一步来讲呢, 我们会发现就是, 我们今天讨论的其实不是更广义上的play这个, 而是game这个概念, 那么play与game这个概念的区别呢, 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讲, 但是我觉得一个鲜明的特征, 在于呢, 就是一个人, 一个小孩玩泥巴, 啊, 他肯定是在玩手, 所以这样做一个拍点, 做一个play, 但是呢, 呃, 在这种意义上, 一个人玩的这个game是不可待的, game就像我们刚才, 呃, 一直也强调的那种, 它的确呢, 就跟这个互动性是联系在一起, 啊, 就是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之间的个体, 他们进行广义上的一种交往, 进行一种互动, 而我们理解的这个game, 啊, 这种意义上的竞技游戏呢, 呃, 其实是这样一种交往, 互动的这样一种模式,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假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去进行的游戏, 哪怕这种游戏是你自我活的, 啊, 是广义上的战争游戏, 外交游戏, 啊, 是一场决斗, 但是呢, 这种意义上的游戏呢, 也同样要基于对手之间的这样一种默契与互信, 所以, 假如说我们理解这个game是一种实力的较量的话, 但它又不只是实力的较量, 啊, 因为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game呢, 它仍然不是完完全全是适用于丛林法则, 啊, 只是完全就是这个, 呃, 圣者为王, 败者为后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发现, 假如说从这个古典战争到现代战争, 呃, 中间发生了某种转变的话, 因为知道古典战争, 呃, 它也是就是要遵循着某种游戏规则的, 啊, 甚至就是说, 呃, 交战双方造了圣诞节, 啊, 他们这个双方的士兵是可以凑在一起来去一块来庆祝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线我们知道从这个一战二战之后呢, 这就被打破了, 但是我觉得与其把这个理解为是游戏规则的转变, 不如说理解为是从游戏到非游戏的这样一个转变, 那么我们看其实就是从假如说是亚里斯多德以这个工作作为一个对照项, 他现在分出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游戏的话,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玩乐啊, 或者说广义上的这样一种就是它是一个自由之欲, 是吧, 是一个作为封闭和自由啊, 一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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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体两面意义上的这样一个场率的话, 那么另外的一个一种意义上的游戏呢, 呃, 就是更多是, 其实我们也从此原上可以看到, 其实就跟人的这个自我发展啊, 全面发展和自我教育其实都在一起, 那么呃, 亚里斯多德呢, 当他去刻画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他会说就是, 其实是财富提供了更多的闲暇, 或者提供了真正的意义上的逍遥, 是吧, 于是呢, 这个希腊人现在获得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的机会啊, 他会在乐于在各种不同的领域来去谋求自身能力的发展啊, 就是甚至呢, 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卢迪的演奏也被列入了这个课程啊, 所以呢, 假如说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游戏的话, 那么这个游戏呢, 恰恰他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讲, 他跟前一种意义上的游戏, 你现在构成了就是两个相反的方面啊, 就是这种意义上, 假如我们从这个sola意义上去理解游戏的话, 他不是在现实之外去平地一片自留地啊, 而是呢, 就是说我面向现实的一个全面的敞开啊, 就这种意义上, 呃, 更严肃意义上的意义, 哲学啊, 包括呃, 人的这个自我教育啊, 所以是这种意义上的游戏, 所以呢, 呃, 假如说前一种游戏, 它是基于一种某种上的与现实的封闭来去带来的自由的话, 那么这种意义上的完完全全是因为人就是进入了这样一种呃, 可以达到自由发展的这样一个机遇的情况下, 做出的这样一种游戏, 那么呢, 它意味着是进入一种完全自主性的这种意义上的自由, 假如我们对比奴隶的话, 就是我们就发现奴隶呢, 它是要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功能性啊, 这个节其所能专攻一世, 但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奴隶的这样一种, 假如说经由某种训练, 然后获得了自己能动性的拓展呢, 它仍然是一种功能性的意义上的拓展, 我不知道啊, 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功能性, 然后功能与意义的关联, 但是我们看到呢, 呃, 也许功能性呢, 不是我们理解这个呃, 游戏的意义的唯一的一个方面, 是吧, 因为假如我们对比呃, 古代的奥林匹克跟今天的奥林匹克,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呃, 参与, 有资格参与这个古代奥林匹克的竞赛的人呢, 其实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啊, 啊, 不是说就是说你是这个, 呃, 只是啊, 把一件事情做好呢, 然后你日复一世, 年复一月的, 不断的去, 呃, 更高更快更强, 这就意味着是所谓的那个起遇精神, 或者说是那个, 呃, 自由的游戏的精神, 而是说首先, 这个游戏意味着这种意义上的思维, 所以呢, 呃, 我我想说呢, 就是这儿的确有一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这种方式可以回应刚才那个袁老师提出的问题啊, 就是无论是这个Pedia意义上的游戏, 还是这个Scully意义上的游戏呢, 我发现他的确都可以采取这个game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呃, 呃, game带来的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 是与现实某种意义上的啊, 当然是一个程度上的局部意义上的这样一种, 呃, 相区隔意义上的这个自由, 还是使这个现实和自我得到整体性成型这种意义上的自由, 那我想说呢, 也许它不止取决于, 或者它并不取决于这个game本身, 而取决于我们对game的玩法, 取决于game在我们生物中所扮演的现实角色, 啊, 啊, 我就想先讲这样的内容, 因为就是我事前准备的没有, 可能, 可能也许就是并没有就是说完完全全的, 呃, 跟我们刚才的那个, 对话, 直接的衔接上啊,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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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也是插上一段啊, 两位老师, 嗯, 好, 那我就接着刚才唱歌来讲的, 因为提出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讲游戏和自由和现实, 也就是说如果回到康德去说吧, 那个, 其实这个自由的观点可以在那个康德他讲, 这个不是讲, 他把这个再延长了跟美的那个感知放在一起关联, 对吧, 美就是一个感官的这种自由, 它是一个自由的感官的这个游戏, 对吧, 所以这里头做这样的关联的话呢, 但是我说我们不能孤立的只讨论这个部分, 一定得放在所谓游戏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里头, 那这里头很有意思, 他又跟艺术有关, 那个这个问题特别重要, 因为你如果连到康德的话, 那他肯定就把这种自由, 把这个游戏跟美, 因为在康德意义上美还是崇高的美嘛, 对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也还是跟那个艺术是勾连起来的, 那我就借由电影来去讲这个所谓游戏和现实的关系, 因为这里头其实就讲到了我们所说的游戏的艺术性, 那个我记得以前那个有, 就是大家可能会非常熟悉, 我不知道有一个韩国的导演叫李仓东, 然后呢这个他在电影学院有一次做讲座, 然后呢他说我拍电影呢, 其实那个最底层的这个我的这种这个是主要思考的问题是关于我的电影和现实的关系, 他说你们可能看很多的电影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电影的导演或者是电影的创作者,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 甭果我拍什么, 我拍的这部电影和现实的关系, 我是想要观众进到电影院来逃避现实, 还是想要观众进到电影院里头直面现实, 甚至把那个现实更残酷的那个问题, 在你自己的阶层看不见的现实问题, 我都给你撕开了, 然后推给你, 他说你作为一个创作者,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点, 别管你拍哪个题材, 你到底想怎么处理你的电影和现实的关系, 你想让观众就是进来躲现实的, 还是进来直面现实的, 对, 他说你就要处理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里头同样当我说我肯定游戏作为一个特别有潜力的这个艺术的表达媒介的时候, 那我是怎么思考这个游戏它跟现实的那个关系呢, 我想说根上面我当然是这个游戏跟现实世界的那个关系, 不是逃避的, 也就是说所有逃避现实的那个都不在我视野里头, 但是呢, 这是第一点就是根上面那个我说作为艺术的游戏, 必然是他要跟这个现实世界发生所谓的想象另外一种现实, 改造这个现实, 然后干预甚至去颠覆, 就始终对这个现实是世界是有能动性的, 这是他的那种那个动机趋力, 对吧, 那么如果落在具体的实操层面, 就是落在实践层面, 但是他可能又是非现实的, 就比如说那个我们讲这个叫你们两位都是哲学的学者, 比如说我们讲哲学里头有这个叫反事实, 对吧, 就是如果假设, 对吧, 那可能这种游戏它就根本说白了, 我的这种想象是不可能在现实里头铺开的, 我只能在这种反事实, 只能在游戏的世界里头去展演, 对吧, 所以可能是我就在这一点来去, 来去算是回应刚才唱歌讲到的这些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 首先我们得看它跟现实的关系, 然后再来谈那个自由, 如果你那个自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由, 那我觉得你还是不自由, 对吧, 只有说你改变了这个数据里的那个现实之后, 那个自由才是一个真正值得去追求的, 或者我们认可的自由的价值, 对, 太棒了, 太棒了, 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说到底是对现实的逃避, 还是对现实的挫展, 对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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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假如说它是在挫展我们的现实,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它采取的是什么样的媒介, 我们都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千然的元素性, 是吧, 它就不只是消遣, 不只是娱乐, 而且这里头, 其实包含了很强的娱乐性, 它都是, 对对对, 而且这里头也跟刚才詹老师讲的那个摩圈的概念, 刚才那个唱歌也提到了这个摩圈的概念, 因为摩圈其实就是说, 我这个摩圈就是跟现实不发生关系的, 是分离的, 对吧, 然后我也在现实世界里头是没有生产力的, 就好像早期这种游戏的理论家, 就我就是无用的, 就是非生产性的, 对吧, 这个摩圈它都建立在这样一个摩圈的那个内涵里头, 对吧, 那当我去理解它跟现实的关系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恰恰削弱它这种摩圈, 就是那种跟现实分离的这个摩圈, 然后在现实里头没有生产力的这个摩圈, 而我恰恰看中这个游戏特别激进的那一面, 就是我认为它在现实世界当中是高度具有生产力的, 当然这种生产力不是那个经济上面的那种生产力, 那个生产力不是我关心的, 我是说它整个那种生产力更是说, 比如说在主体方面, 主体性方面是特别有生产性的, 在这种主体性包括主体监性, 包括这种政治社会, 它都是有生产性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可能就是恰恰那种有艺术性的这个游戏, 或者是我们讲它就是一个艺术, 它有某种游戏性的这个艺术, 那么恰恰是它削弱了它的摩圈的那个部分, 对, 是啊, 我也是我非常赞同这个袁老师观点, 我觉得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 我们读亚历出德德的时候会感觉到, 也许是比较奇怪的东西, 我们今天说到从事艺术啊, 从事哲学啊, 从事这个体育竞赛啊, 我们感觉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工作是吧, 但是亚历出德德恰恰是说呢, 就是这不是工作, 这是逍遥是吧, 这是闲暇, 就是说这个闲暇呢, 其实恰恰都不是说就是我们要抗拒劳作, 对吧, 而是说这个劳作呢, 它不再是为了任何的功能性的目的, 不是为了这交山, 不是为了养家糊口是吧, 也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假如说养家糊口所对应的另外一个游戏, 那个游戏呢, 它就只是, 罪面是现实, 然后它呢, 就是在对现实的逃避, 对吧, 但是你整个从这个罪的中, 这个逻辑中完全正脱了出来, 那么呢, 你现在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主体, 我的劳作是为了我自己, 但是对于我来说, 所有的劳作都是险暇, 都是为了完善我自己, 这种意义上我觉得, 就是这个亚里士多德说的这样一种意义上的闲暇, 特别的就是, 就是深, 深就是说是, 深得我意义的话, 就这种感觉, 像那个, 像那个, 素词意义上的那个游戏, 可能还和这个贺益金哈不太一样, 我们刚才说贺益金哈的魔权, 它可能强调和现实的一个脱离嘛, 但是在素词意义上的, 它的那个自由, 可能还是刚才像刘畅老师说的第二种啊, 因为当他去说, 我们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面, 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生的意义, 其实就是游戏, 在他那个游戏的意义上, 他已经把它看作是一个最高的目标了, 然后对于自我的一些提升, 我自己存, 我有最高的一个自由, 我可以要求我自己要去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不是受到其他的一些限制, 那这个意义上可能是第二种, 但是像刚才游戏老师说的这个, 如果说这种, 我们说它的艺术性强调的更多是对于, 现实的这样一个连接的话, 那这个时候好像有一个小小的比较困惑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会要求它的一个艺术性的来源, 实际上是它的创作者, 就是像游戏的创作者也好, 还有比如说像电影的导演也好, 是他在这里来操控的, 那玩家的话, 我们实际上要去控制他, 想要他无论是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怎么去介入, 但尽可能不要去破坏我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性, 这是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会说游戏这种特殊的媒介, 它和其他的艺术形式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的是玩家的这种介入玩家的交互, 那这个意义上好像就是说, 它的特殊性我们就要让它有保持, 但是呢又给它加了一个限制, 不让它对于我们整体的一个游戏设计者的一个叙事也好, 我们的艺术的表达也好, 要求它不能去影响这个东西, 那在这个意义上, 那游戏的艺术的特殊性到底还能不能得到保证呢, 因为我们又对它进行了限制, 张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 我呢就接着把第二个那个话题展开, 就是说当我们去谈这个所谓游戏和艺术之间的交集的时候, 我就我准备了一组作品, 然后呢就最终的那个案例可以回答张老师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就通过案例来理解就是, 这个艺术家是怎么跟游戏玩耍到一起的, 哈哈, 然后大家看这个作品, 这是97年的一个这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呢, 这是展厅里头的这个挂在墙上的这个绘画, 它是个绘画, 左右都是, 这个就直接是个绘画, 然后大家看到, 艺术家直接就把那个玩游戏的人, 然后呢就作为他的绘画的主题, 绘画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画的就是在玩游戏的人,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也就是游戏本身成为这个玩家, 成为我艺术创作的那个主题, 我的对象,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然后中国的艺术家这个我们其实本来这一期是想邀请冯木波老师的, 但是这个他说等以后再去这个参与我们这个讨论, 这是冯木波在93年的一组绘画, 组画这个一共是42幅, 叫游戏结束长征,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他在展厅里头, 他的这个绘画我们看放大的呢, 你看, 这是他的游戏, 看那个大图,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是一个什么策略呢, 在这个游戏里头, 其实就是挪用, 就是艺术家用的还是传统媒介, 或者是非游戏媒介, 但是他挪用了游戏的元素, 或者是挪用了游戏的风格, 对,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右边那个, 我小时候也玩了特别多这个游戏罗的这个风格, 但他这个是个绘画, 他也有电脑动画, 他这个作品有这个绘画的部分, 还有这个电脑的这个动画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大家都还在一个能理解的, 就是艺术家怎么跟游戏玩耍的, 然后这个媒介就换了, 这是2006年的作品, 叫玛丽亚和塞尔达, 对, 但是这个塞尔达是不是现在这个特别大家玩的火呢, 是更早期的那个版本, 所以原本那个在西方的这个艺术池里头, 其实经典的这个形象, 你看见这个形象是玛丽亚和圣鹰, 也就是和这个耶稣是这样一种身体的形象, 但是他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形象, 就基督的形象换成了塞尔达, 就换成了游戏当中的形象, 这个作品是个雕塑, 然后你看到的颜色是他描绘上去的, 就是用油画的颜料描绘的, 但这个雕塑的这种身体的造型呢, 又还是我们在那种早期游戏世界里头的那种造型, 对, 所以他的造型和形象都来自于游戏, 但是呢, 他把它又跟这个在西方的宗教的这种这个叙事的绘画当中的经典的形象, 给他结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媒体的形式仍然是个雕塑, 这是早期的塞尔达, 然后这也是中国的艺术家, 这是郑国鼓, 然后他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改名叫了原了, 就是他早期是, 他就把那个帝国时代是一种建造的模式, 其实有很多游戏都是这个模式, 然后这个郑国鼓这个艺术家在广东的洋江, 他就买了可能上千平米的土地, 边建边买, 然后那个他就按着那个帝国时代里头的建造的模式, 然后在现实世界里头来建造, 所以你说那是游戏吗? 他也不是, 这个肯定那因为不是, 但是那也确实你现在他是个旅游景点, 就是你去的游客特别多, 然后这个去, 因为他越渐越这个丰富, 然后这个又是另外, 就是去年这个卡塞尔文献展, 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代艺术里头的这个展览,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就有点像桌游, 它就把桌游的这个游戏, 然后拿过来, 其实它是一种这个差不多像是一种思辨的这个桌游, 对, 所以它等于利用了游戏的这个形式, 但是呢, 它是也是角色扮演, 但是它讨论的问题呢, 都是说那个跟艺术跟社会跟就是当代艺术的这个主题, 但它利用了桌游的这样的, 包括角色扮演的这个游戏的那个形式, 所以你看桌上是各种它的那个桌游的这些元素, 然后再有呢, 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的形式, 然后再来, 这是01年的这个, 这个艺术家呢, 叫佩吉阿威什, 然后他在01年这个作品呢, 是个视频, 单通道视频, 然后他的那个所有的, 你在这个视频当中看到的游戏的那个视频的这个来源, 来自于古墓丽, 我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反正我是玩过这个游戏, 但是我是属于那个玩的不好的玩家, 就你看到所有这个作品里头的那个视频, 都来自于古墓丽影, 但是呢, 他把他这个艺术家玩了几个月的古墓丽影, 然后呢, 这个录下来, 然后录下来之后呢, 他就把这些古墓丽影当中, 来源于游戏当中的这些视频, 给他重新去剪辑, 然后重新艺术家完成他新的叙事, 这个叙事是跟女性主义的这个叙事有关系的, 就是所谓劳拉的这个困境, 所以等于他把一个那个一个经典的游戏, 是一个女性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艺术家就不断的玩这个游戏, 然后玩他处在各种空境当中的那个状态, 给他录下来, 最终剪辑成艺术家特别想要表达的这个当代艺术的这个主题的这个叙事, 所以这个呢也是一种类型, 那你说他是游戏吗, 他也不是因为他我们刚才讲到他不是作为游戏的, 他最终在展厅呈现的时候是个视频, 其实是个是个电影了, 对, 但是电影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素材来自于艺术家主动的在游戏当中, 然后选择的特定的这样的情境, 这个是另外一个是19年, 这个作品好像在威尼斯展还是没展, 也是非常好像是在19年的威尼斯参展的一个这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呢, 我们可以看一段, 它是14分钟的有这个VR的版本, 虚拟现实的版本, 很快进到他的这个部分, 然后艺术家呢, 就以这个在1987年, 80年代就灭绝了的一种这个鸟为原型, 然后呢, 用他那个交配时候的那种叫声, 然后那个那种这个声音是也是以前历史的那个文献的这个这个声音, 然后等于这个艺术家就收集了大量的所谓的这个, 你看到这个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植物动物, 他完全制造了一个虚拟的景观, 而你观看着戴上这个VR的眼镜所体验到的, 其实都是一种我们在游戏当中的那种视觉体验, 对, 但是他呢, 也不是, 你说这个那种玩, 可玩性呢, 倒也没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游戏的视觉体验, 但是这种视觉的互动体验呢, 也是有的, 它也有互动体验, 因为是VR眼镜嘛, 所以等于这个空间随着你的身体的转动, 你会看到不同的那个景观, 对, 所以他的主题也转换成了这个艺术家的, 那个跟生态有关的这个当代艺术的主题,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这是另外一个类型, 这是一个完全数字化身的艺术家, 就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艺术家是谁, 因为他从08年开始, 他就以一个完全纯数字化身, 然后在互联网上出现, 他不同的时期有这个艺术家的自画像, 所以没人知道他是谁, 然后很有意思, 我挺喜欢他这一个系列的作品, 叫这个永恒的落日, 然后这是他在展厅里头播放的那个场景, 我们看一个片段,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他有不同类型, 就是这个所谓的数字化身的这个艺术家, 他就, 他这个也是他在游戏里头的那个视频, 录的视频, 但是呢, 游戏里头不都是有任务有目标的吗, 这个艺术家就选择在游戏世界里头闲逛, 就我脱离游戏目标, 我就在游戏世界里头看落日, 就我根本不执行你的这个这个目标, 所以他就在各种游戏里头就录了好多段这个落日, 所以等于他完全脱离那个电子游戏, 那个游戏原本叙事的那种目标和活动, 他把游戏的这个空间变成一个所谓我们讲的那个就是, 回到康德那个这个是浪漫主义时期特别重要的这个弗里德里希, 他的这个19世纪的绘画落日, 然后他就完全把那个游戏里头根本不重要的一个景观变成他的一个沉思空间, 所以他也不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游戏, 但是又是素材是来自于游戏的,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个我看到的这个作品, 然后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个现场表演, 大家看也是07年, 等于艺术家这个表达的媒介呢是一个表演, 然后表演的这些人, 这些演员他们的角色呢又完全是这个游戏里头的角色, 所以等于他把那个游戏里头角色变成一个现场空间里头的一个表演, 所以他是, 你又看到游戏和另外一种媒介的那个关系, 好, 这个作品呢就是又更模糊, 这是02年的作品, 这个作品叫这个, 是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超级玛丽奥兄弟, 然后呢大家看, 他确实是这个玛丽奥兄弟用卡带在这个电视机上去玩的这个游戏, 但是呢艺术家是怎么弄的呢, 就这个游戏呢, 他又是, 他所有戒指都是那个超级玛丽奥, 就是这个电视, 然后这个任天堂的游戏机, 然后这个玛丽奥兄弟的这个卡带, 全都是, 但是艺术家呢篡改了, 等于他黑了这个玛丽奥的这个卡带, 黑进去之后呢, 他把所有的人声音别的东西都处理掉了, 只留下了什么呢, 对, 就是只留下了, 就大家看这就是他视频, 这就是他这个卡带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结果, 他就只留下了这个云彩, 他把那个玛丽奥里头别的东西全给去掉了, 他就黑了那个卡带, 然后呢, 他最终展出的时候仍然是个游戏机, 任天堂的游戏机和电视, 但是把别的东西就全给去掉了, 而这种黑游戏呢, 在早期可能那个90年代, 我那个编程技术还能黑那个单片机, 我也黑过, 然后黑那个麻将和21点, 但到后来技术发展太快, 我这个编程技术就落伍了, 就没发黑了, 对, 所以呢, 他就比较模糊了, 就是你很难界定他, 你说他是游戏吗, 他的物质性都是, 但是呢, 他那个可玩性, 就原来马里奥的那个可玩性, 经过了黑客之后, 他又把那个东西又去掉了, 所以他就很模糊, 好, 我用最后这个作品呢, 来回应詹老师的, 这真的是个游戏, 这是他在展厅里头, 但是观看者是可以在展厅里头来玩这个游戏的, 这两个都是, 都是同一个艺术家的这个作品, 然后2021年和2022年, 我们可以看一段, 播一段, 其中这一段, 他这个真的是个游戏, 是完全所有的游戏的属性, 我们讲的那个游戏的属性全都具备, 他也确实就是一个这个游戏, 而这个游戏呢, 但是他又艺术性仍然在场, 他是什么呢, 他就跟那个, 跟在美国的这样的黑人, 尤其是跨性别的黑人的这种身份, 然后他跟这种所谓的那个社会的环境是关联的, 他这个游戏就是, 你的观看者就是为了让这个游戏当中的主人公, 他是一个跨性别的这样的黑人, 能够让他可以安全的回家,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你的玩家就得不断的引导这个主人公, 去穿过各种城市里头, 会对他有可能造成威胁的那个空间, 所以那种威胁性, 又是跟现实空间是勾连的, 跟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人群, 在现实当中的这种安全性, 那个都是关联在一起的, 所以他真的就是个游戏, 然后你玩家在这个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 也丝毫不会削弱他的艺术性, 反而是他那个, 他的艺术家的这种表达也在里头,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完全游戏, 而且是这个大家可以下载的, 只有他在Steam可以去下载, 他是免费的, 然后这个是, 大家可以看一段, 我没, 我没那个, 我没下载, 好吧, 然后他这个游戏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是一个艺术家的那个团体, 然后他们就是这个当中, 融合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家, 有做音乐的, 有做视觉的, 他完全是个游戏,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下载, 他叫第三世界, 然后叫做底层的那个维度, 他所有在这个当中的那种身份, 然后是这个所谓的物, 然后关系都是完全创造出来的, 像是我们讲一种这个, 凑人类可能都那个, 像是克苏鲁的世界的那个, 你去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那个现实, 然后在这个当中, 艺术家把他那个想要表达的, 艺术性的那个议题, 都放在整个的那个, 遵从于游戏的那种游戏的规则和游戏的视觉, 游戏的这种互动性, 他的可玩性, 全都遵循游戏的这个游戏的属性, 但是也把艺术性做得非常好, 然后大家可以, 他已经是六月份发布的, 就是这个可以玩, 然后, 然后, 对, 所以我就差不多就是共享这样一个这个艺术的案例, 看到那个, 我刚才所有讲的作品, 都是所谓被艺术界认可为艺术的作品, 就是无论是那个最早的, 还是到现在这样的这个游戏, 有的是甚至在非常重要的这个当代艺术的展览的场域, 去被展览的, 甚至被艺术的博物馆去收藏的, 对, 好的, 多谢, 多谢, 太好了, 我们发现就是, 像刚才举了这么多的例子里面, 然后前面的部分, 我们好像发现, 他, 机不完全和玩家好像是没什么太大关系, 另外, 另外层面他和游戏的这个设计人员好像也没太大关系, 他有关系的是, 我如何去选择这游戏当中的片段, 提取里面的要素, 然后把它再进行一个重组之后, 然后来进行一个表达, 好像跟这个是更有关系一点的, 那在这个意义上, 嗯, 就是选取游戏这个媒介, 呃, 对和他的一个, 和选取其他的媒介一个区别, 不同之处在哪呢, 比如说像那个帝国时代的那样一个例子, 我选取的是游戏当中的一个建筑, 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 和我选取比如说奇幻文学的一个画册里面的一个图片, 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了, 然后包括像那个劳拉也是, 我从电影里面截取一个画面, 然后, 呃, 或截取一段视频, 然后来制作成这样的一个, 呃, 艺术的一个展品, 和我从游戏里面去截取一个, 截取一个片段来做艺术的产品, 他, 他之间的, 呃, 区别在哪, 然后还有就是, 这是针对于前面部分的艺术品的, 呃,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针对于后两个艺术品的, 这样的一个, 呃, 区别就在于的是, 呃, 就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使得他, 呃, 这种体验, 就是后两个好像都是, 哦, 不清楚倒数第二个, 他的最终的承评方式是, 让玩家去玩那款游戏, 还是只是看视频啊, 呃, 是玩, 玩那款游戏, 那他游戏是玩的, 呃, 那在这个玩空间里的玩, 啊, 那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他的艺术性的一个, 一个, 呃, 他的呈现是, 他的哪个层面上的事, 是因为他perception到的东西, 就是他感知到的东西, 和他纯粹去看视频会有所不同呢, 还是这种交互行为本身, 会让他留下更加深刻的, 他会有一种操作感, 就是他是否能够保证他最终的, 呃, 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通过的操作, 会比我只是简单的去看一个片段, 我会有更多的印象, 比如说在一些和战争有关的游戏里面, 比如说这是我的战争, 是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反战的游戏, 然后会发现玩家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一个活动, 可能会导致一个老人的一个很无辜的老人的死亡, 这个在辐射的一个系列游戏新维加斯, 新维加斯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案例, 就是玩家的选择, 他会导致很玩家无法所接受的后果, 而这种玩家他发现自己的选择导致这种后果之后, 他产生那种懊悔感, 以至于他想要重新去读档, 然后重新再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结局, 那是不是和这种交互是和其他的艺术呈现形式所没有, 因为我们好像看电影不存在, 说我会产生一个选择的懊悔感, 然后让我对这个选择本身产生更深的体会, 会不会他的一个艺术感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还仅仅只是说他的一个艺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的是, 我游戏是一种不一样的perception的去感知的一种模式, 我不仅我可以动手可以操控键盘, 然后我可以通过操控键盘这样的方式去控制人物, 是这个意义上导致他不同的, 还是刚才说这种懊悔感导致他的艺术呈现不同的, 就大概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我可以回应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当然他艺术性是跟他这个艺术家的表达的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本来就是当代艺术当中的这个我们讲种族和性别的身份, 对吧, 这就是当代艺术的那个议题, 那么他为什么要通过游戏这样一个媒介呢, 我们可能也是我们来要来讨论的, 因为我们知道游戏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这个互动的这个属性可能里头会跟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心理学里头的移情有关系, 对吧, 然后你看只是看一个这个视频, 或者是你看一个这个文学和你你在这个游戏当中因为你的操作, 比如说你的任务是要让这个人安全回家, 但是就由于你的选择导致这个人走了这条路, 然后可能会那个你的你的所谓的操纵的那个活动使得这个人就在这受到伤害, 然后那个受到这个这个甚至是就在这就挂了死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对你的那个那个情感的这种冲击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之前看那个唐山的那个视频一样, 对吧, 那么你想想如果那个唐山视频的当中的这个主人公, 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做一个这个游戏, 就是一个女性她在餐馆当中的一个公共空间里头的一个就餐的活动, 对吧, 然后可能就会有我游戏当中就会设定有人上去骚扰, 对吧, 你玩家可能在里头就会有你的角色的行为, 我可以保持沉默, 对吧, 然后我也可以上去做出举动, 然后但是我如果我的举动可能就会使得那个女性到底是会受到伤害, 还是她可以安全是同样的那个逻辑, 我转换这个里头, 所以她就是游戏本身这样一种互动性, 你在这个当中可以去改变那个人物她所处的那个状态, 然后她是否受到伤害整个的这个进程, 她可能就会跟心理学当中的这个移情是关联的, 好, 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跟我关联到另外一个电影,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个叫土拨鼠之日, 对吧, 然后这个倒霉催的这个天气预报员每年都发配到那个小镇上去预报天气, 对吧, 去报道那个土拨鼠之日, 然后结果这一天就因为这个所谓的他耽误了一天, 对吧, 由于天气原因耽误了一天, 第二天他睡醒了, 发现还是昨天又是土拨鼠之日, 然后他发现他就处在一个类似于像那个游戏的那个前进当中之后, 他首先的前半段是完全自暴自弃的, 他是自杀自虐, 对吧, 然后那个一次一次的希望能够改变, 但是发现他根本就走不出去之后, 那他就转向了我们讲电影的下半段, 他就变里头在这个当中利用这个重复, 他来获得各种技能跟这个小镇上的人建立那种关系, 对吧, 建立那个更是善意的那样的关系和真诚的那个关系, 所以你在这里头就会看到, 哦, 当然有可能我这个玩家在里头就每回就, 我就不保护他, 我就让他在里头就那个每回走这条路, 反正甭管什么方式, 我都让他死, 对吧, 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个玩家, 然后也有可能是那个, 我可能不经意由于我的活动, 我没有那么操纵的好, 然后我在这个当中受到了这样的那个, 那个所谓我们讲那个疑情, 你不断的通过就好像你玩这个游戏就像处在那个吐蕃鼠之日里头一样, 你最终当然我们讲理想的那个结局, 为什么艺术家要用游戏的那个方式, 其实根本上就是想要去影响和改变你这个观看者原本作为一个单纯的观看者, 变成一个所谓互动的参与者一个玩家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影响你的观念, 改变你的认知和行为, 这个是他为什么要采用的原因, 对吧, 然后刚才张老师说, 那他为什么不去挪用一个画册上的东西呢, 比如说郑国古, 他为什么要挪用游戏呢, 对吧, 比如说艺术家为什么要去录古墓丽影这个视频, 或者是录各种游戏里头的那个落日呢, 在我来看呢, 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 我用这个媒介的表达, 艺术表达, 他就天然带一个反身性, 就是对媒介自身的自反, 我如果不用游戏, 我用的是画册, 那我就跟游戏没有关系, 对吧, 我不会对这个媒介有任何杀伤力, 我用了这个媒介, 所有的艺术, 当代艺术表达里头, 都有对媒介自身的一个反思, 所以我用这个媒介, 就包含着对媒介本身的那个, 这个反思性的那个批判在里头, 这是第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用这个媒介, 也就意味着我们回到最, 我看中这个媒介本身的, 他的这个所谓激进的, 或者有生产性的那个潜力, 所以这个是我要用这个特定媒介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对这个媒介自身的这个批判和反思, 另外一个是这个媒介, 他的激进的这种生产力, 对。 那如果我们是不是说像游戏, 他能够成为一个艺术的话, play的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们刚才好像说其他的作品, 他其实可以独立于展览, 独立于观看, 而他独立存在一幅画, 一首诗, 他都可以独立存在, 但是游戏这个, 当然我们会, 好像就刚才说的第一种, 就如果一定要是参与式的这种情况的话, 是不是他是一定要有playing的这样一个过程, 才会使得他艺术性就产生了。 这一点呢, 其实是有技术难度的, 也就是说我们讲艺术家呢, 通常都是独立艺术家, 早期啊, 你看到那个超级马利奥, 他已经算不错了, 那个艺术家还能黑, 那个人典党的卡带, 对吧, 到今天呢, 我们来去讲这个技术越来越黑箱的话, 而且游戏我们都知道, 这种商业上的游戏, 或者是就算最基本的有可玩性的这个游戏, 都是有特别大的这种技术的那个难度的, 除非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想象一下, 人工智能使得游戏的开发和制作如果变得比较容易上手的话, 就是把那个门槛降低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说有更大的这样的纯粹作为游戏的方式的艺术会出现,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包括刚才讲的那种有可玩性的艺术, 都是跟团队合作的, 就是靠艺术家一个人是根本搞不定的, 对, 记得好像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是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会啊, 那个会就是全部用AI来创作艺术产品, 然后他有纯AI工具来创作一个游戏, 还有纯AI来创作一个电影, 然后当时的话会有一个集展览的很多的产品, 应该之后的话就是完全用AI来生成游戏也不是不可乐, 现在像一些比较简单的游戏, 比如说像那个PACMAN就是那个吃豆人这个游戏, 他可以让那个AI直接去看吃豆人的录像, 然后他看一段录像之后, 他可以自己写一个关于吃豆人的一个程序, 他自己完全重新去写一个游戏, 然后你可以说我要在这上面再改一些规则, 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告诉他, 然后他也会改相应的一个规则, 这好像是现在是已经可以实现这一点了, 相信未来的话好像这个创作会更加简单一点利用AI来, 那我想问一下詹老师, 你们研究比如说像之前斯坦福做那个实验, 整个这个里头全是AI, AI自己和自己玩, 根本连玩家都不需要了, 对吧, 都是那个就是我们讲所谓, 我们原本认为被设定那个好, 所谓的规定好角色的那个NPC, 变成他可能人工智能未来的这种发展, 进入这个AI具有那个主动性吧, 对吧, 或者是那个不再是以前游戏里头的NPC了, 可能就NPC的概念会被改写吗? 嗯, 应该是会的, 而且他的那种方式, 他其实就是斯坦福的那个小镇的那个案例嘛, 然后他大概的, 大概说的是就是在一个, 他用斯坦福的用ChargeBT来构建的一个小镇, 然后这小镇上面的NPC能够自由的活动, 然后他要展示一个视频啊, 说是其实他说的是你可以去看啊, 但实际上他那个只是展示一个不断循环的视频而已, 然后他的一个原理呢是说我每个NPC其实就是一个, 他其实就是一个ChargeBT, 然后的话他这个ChargeBT在每时每刻, 他像会他会跟这个ChargeBT输入周边的事物的信息, 比如说你周边距离有多少米远, 有一个马桶这个马桶的开合的状态, 你旁边有个NPC他的状态是什么, 把这些信息都输给这个ChargeBT之后, 然后问他好, 我现在应该怎么去,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ChargeBT就会回答他, 你现在应该去干嘛, 然后他把这个再把ChargeBT的一个意见, 转成他的action, 然后再会回去运动, 他整个的运作流程是这样的, 但如果在这个呢, 当然现在的话只能在一个静态的环境里面去实现这一点, 因为否则的话, 他的所有的信息一旦增多的话, 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理的, 而且他是目前来说还没有办法, 有外部的人员的就是玩家的一个介入, 不知道玩家介入会导致什么情况, 但是按照这个原理上来说, 好像以后真的是可以去构建一个, 只要他ChargeBT足够的好用, 他给出的意见足够的好用, 然后判断的周边事物的这样一个状态, 足够的准确的话, 他就是能够针对于周边事物的那些环境, 然后做出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但是这里面选择的话, 有一个特征就是他的所有的情绪, 他的行为, 他的决策都是由ChargeBT决定的, ChargeBT决定的原因呢, 就来自于他的人设, 我们给他人物的设定是什么, 他不会偏离这个东西, 就如果我们想到说什么成长啊, 那些可能以后会有办法, 但至少现在的话是没有办法, 还是按照既定的设定的性格来行事。 好的, 非常感谢刚才那个两个嘉宾一直热烈讨论啊, 我觉得非常有收获, 我最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啊, 我回到这个游戏哲学最后的这个, 我们一开始这个话题上, 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一下詹老师,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是, 其实应该说是我是不玩游戏, 我从来没有玩, 就是现在意义上这个电游,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无论是游戏啊, 还是你刚刚讲的人工智能这个发展, 你觉得它对于我们的哲学工作, 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或者说你从你自己个人的体验, 就是说你本身也是更深入的, 对于这个游戏啊, 对于人工智能有很多的体验啊, 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它会对我们哲学工作发生什么样子, 感觉会有两方面的一个影响吧, 一个就是刚才可能提的比较少的, 它作为一个工具, 来帮助我们进行相应的哲学活动, 比如哲学活动, 我们做一些哲学的一些思想实验啊, 这些东西,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放到游戏里面, 然后我们思想实验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来进行一个判断, 你觉得它到底会怎么样, 然后的话像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构建一个场景, 然后来得到一些得到一些回答, 就我们做实验哲学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它会给一些话题带来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一些视角,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Virtual Reality的一个问题, 那传统的意义上我们讲Virtual Reality的基本上是在小说或者故事的这个意义上去讨论虚理实在论的, 但是在游戏里面的虚理实在论我们会发现不一样, 因为它在描述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区分说这个事件是一个静态的行为, 还是我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这个活动是我在游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活动, 因为比如说我真的操控了一个化身, 然后或者一个这样的游戏当中的角色去杀了一条龙之后, 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实在性就会得到更多的保证, 因为它不仅是化身它会去完成这样一个活动, 人也会完成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它也会完成相应的一些活动, 那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无论我们从因果的关系的角度上来进行考察, 还是从其他上来进行考察, 它和传统的那种我们只是在文学作品里面去讨论Virtual Reality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不一样, 它会创造出更多的情形, 然后来帮助我们去讨论更多的哲学话题, 所以我觉得的话可能帮助在这一点, 一方面的话它创造了一些新的场景, 然后我们对一些旧问题的讨论可以放在这个场景里面, 放在这个场景下来进行讨论, 包括就是道德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们之前讨论到的问题可能在一些其他场景,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在游戏场景里面去讨论了, 然后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有些不同之处, 比如说刚才讲到那个Delma, 就是我们的Virtual Murder和虚拟的谋杀和虚拟的恋童的问题, 我们好像过去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放在游戏里面我们就会发现虚拟谋杀我们可以接受, 但虚拟恋童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这到底为什么? 这传统的议题到了一个新的游戏的环境, 然后会有更多的思考这一方面, 还有刚才说到的, 把它作为一个工具, 然后的话我们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做思想实验也好, 做实验哲学也好, 会有这样的一些帮助, 我觉得主要大的提升是这两块, 尤其是前一类, 它对于我们对于虚拟世界, 通用智能等等一系列的讨论, 都还有蛮有帮助的, 对, 我个人想到有一部电影叫安德的游戏, 是吧, 他们被设定成为是在一个虚拟现实里边, 然后一帮小孩跟同族去作战,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 实际上他们就是等于说操控, 他们就是通过在游戏的界面, 其实一模一样, 通过那样的界面, 实际上就直接操控了对于同族的那样一场战争, 实际上就是党, 破了这个从虚拟到这个现实的中间的这个界线, 是吧, 就是假如说我个人理解的话,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虚拟现实理解成为是现实的一个延展的话, 那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就是也可以动动鼠标是吧, 动动我们的手机, 然后就可以完成一次在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次这个交易活动, 对吧, 很多我们都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交易啊, 订餐啊, 是吧, 然后交易啊, 各种的我们的车窑活动, 我们的讨论都是在, 包括我们现在是吧, 我觉得假如都是理解为这种意义上的一个我们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延展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假如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原现实的空间, 是吧,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个空间中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延展,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Everton是吧, 我的阿函达是吧, 完成了在那个虚拟空间里面完成了一次活动, 那么就是在延展的意义上是我等于说所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 我感觉完全是可以这样理解, 而且它对于我们经常进行判断的时候, 看它是否对现实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因果联系, 在游戏这个场域下, 它可能还不同于的是我们过去谈论的小帅类型, 它切切实实的会产生一些这样的因果联系, 那这个例子里面可能就能够更好地帮我们去讨论就Virtual Reality的这样一些话题, 而且它, 我不知道袁老师从你的角度怎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就是虚拟现实, 假如说从当代艺术的角度的话, 你会认为这是另外的一同现实呢, 还是说它其实是现实的对面? 没有, 我其实艺术家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关于另外一种现实, 就是我艺术家肯定都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 然后只要是关于另外一种现实, 它就已然跟这个所谓我不满的现实之间就有张力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 它就变成这个游戏在我看来它那个作为艺术, 或者是我们讲游戏它那种激进的, 哪怕艺术界不认可因为艺术界也特别腐败, 那个不重要, 那个你把它作为你的那个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那个基础, 那个特别重要, 就你把它作为一个基础平台, 对吧, 然后我的主体性, 我的身份, 我对这种所有对于这个现实的那种不满, 我都可以在那个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 这个作为一个想象力的世界, 创造力的世界当中, 我可以去完成我的表达, 我的这样的表达, 也就是说我这个个体可能就是个玩家, 我也不是艺术家, 但是我仍然在, 我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玩游戏这样一种, 作为我的日常生活, 但是我也可以把我所有的艺术性的这个追求和表达, 然后都放在游戏世界里头去实现,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80年代的时候捷克那个时候还在前苏联的这个所谓铁幕之下, 我前一阵看一本书就是叫铁幕下的游戏, 然后那个铁幕下的捷克呢, 什么报纸, 电视, 电影, 书, 全都被审查, 然后呢, 这些业余的程序员, 他们就开发游戏, 然后那个所有那个在那个铁幕里头不能表达那些媒介, 等于所谓的传统媒介, 高度的被这个这个所谓的权力的当局管得死死的, 然后游戏这个媒介呢, 哎, 就成了法外之地, 所以他们在这个把那种, 我们讲那个铁幕之下, 这些捷克的特别都是业余的, 也不是什么专业的人, 他们就利用这样一种游戏的媒介, 在当中创造了一个自由,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我看的特别热情澎湃, 就是你们觉得只能玩的, 但是我恰恰看到这个这样一个媒介, 它是那个跟我所处的那种社会现实之间, 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这个自由表达的那个空间, 所以你是不是艺术家, 没关系, 你这个玩游戏是不是被别人看成是这个艺术活动, 也没关系, 但是我自己在这个当中, 重要的是我获得了一种艺术的美学的体验, 就是我玩出了一种美学体验,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你这个非得让别人认可我, 我这个游戏就是一个艺术, 我觉得这太难了, 对吧, 我就是玩什么, 我都能玩出一种美学体验, 我觉得那个叫牛逼, 对, 对, 就让我想起来, 就是我之前也自己特别喜欢一部电影, 就是南斯拉前斯南达的那个地下, 哦, 我看过了, 太棒了, 对, 那个也非常非常棒, 但是呢, 它就构成了你刚才讲那个故事的完全一个反面, 是吧, 它那就是一个, 等于说一个误打误撞形成的一个魔圈, 是吧, 它那个魔圈呢, 等于说它并不是对现实的对抗, 而是说它是莫名其妙造出了一个奇幻的空间, 对吧, 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它构成了两种意义上, 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世界跟现实世界的一种隐喻, 是吧, 它到底是形成的是, 它是地下跟这个现实世界的这样一种关系吗, 还是你刚才讲的那样子, 它实际上是, 虽然是它是另外的一个现实, 但是呢, 它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要跟这个现实有摩擦, 有拓展, 是吧, 在这个意义上讲, 它虽然是一个法外之地, 但是呢, 它增加了我们这个现实的内容, 增加我们现实的后度, 增加了我们现实的可能性,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反过来解释刚才我想到就是张老师提的那个问题啊, 的确呢,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允许在一个游戏的虚拟的空间里面, 去发生一些在现实世界中不被允许的事情, 比如说谋杀, 是吧, 比如说各种这个色情暴力, 对吧, 这样的一些行为, 但是呢, 允许我觉得不意味着说, 呃, 它就构成了某种价值的主项, 对吧, 假如说你现在, 这个应用这样的一个媒介, 比如说刚才像袁阳老师提到的, 我应用这个, 呃, 这样的一个游戏的媒介, 是吧, 但是我探讨的是一个跨性别者, 是吧, 它在社会中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呢, 这样的一个话题, 虽然它也是足够敏感, 但是呢, 它增加了我们对现实的敏捷, 增加了我们现实的厚度, 我觉得似乎还是不断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 也许可能关心的不只是说, 它是不是另外一个现实, 而是说, 另外一个现实, 跟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大的现实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吧, 我不知道原来这个, 呃, 张老师, 张老师, 你这个游戏哲学的话, 假如说从你的角度, 啊, 怎么去更深入这个话题, 嗯, 其实, 其实现在我们讨论这个, 呃, 从于, 这个游戏与, 啊, 那个虚拟和现实的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从一个游戏的角度上面, 去考察的时候, 现在其实还很局限的, 因为,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游戏的这个能力, 它还不够, 呃, 为什么像前年和去年, 为而出来之后, 大家比较的兴奋呢, 因为它似乎有着打破这一层界线的一个可能, 我们试想一下, 嗯, 它, 一种量化导, 那个量变导致质变的可能, 当我们所感知到, 戴上眼睛的时候, 所感知到的一个世界, 和我们的现实世界, 我们难以区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些活动, 我们手指的活动, 啊, 那些不需要借助于外部的设备的时候, 我们就更难进行一个区分的, 现在我们还要靠, 呃, 鼠标, 键盘, 手柄这些来操控游戏当中的人物,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 我们是在操控, 这样的一个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 无论他曾经感受的有多强, 我们都觉得不是我们自己, 在亲身经历这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随时可以抽离出来, 但是当我们用一个足够好的一个VR的设备, 来进行体验的时候, 这一切都完全不一样, 这就为什么说, 像虚拟谋杀这类的, 对于虚拟谋杀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反对路线就是说, 呃, 它不存在两难, 因为虚拟谋杀也是被反对的, 为什么反对呢? 因为在一个足够真实的一个环境下, 你连杀NPC你都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他跟你杀现实当中的murder, 就没有任何的区别了, 那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可能, 因为目前的游戏技术, 还没有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使得我们无法去把现实, 现实和虚拟的空间给模糊掉, 但是呢, 它有这样一个潜力, 尤其是我们的突破一些人的感官上的一个局限之后, 当这个现实和虚拟的空间, 通过游戏这种媒介把它给突破掉之后, 它所诞生出来的哲学问题, 会比现在要多很多, 为什么游戏哲学这个话题, 它未来, 由于在技术的突破下,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问题, 还有包括就是游戏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就这样一个突破, 它是一个可能或许比大多数的哲学问题, 它更加的practice一点, 它更加的实践一点, 因为这个游戏它受众足够的广, 因此呢, 当它产生一定大的, 有一个突破之后, 它里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并不是说只有那些在辐射以上一直在思考的人, 他才会去思考的问题, 并不是它是所有的游戏玩家都会面临的问题, 游戏的面团问题, 游戏的谋杀问题, 它所有人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去解决, 或者说去讨论这样的游戏哲学的问题, 它的现实意义也很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会觉得一方面它的潜力有很大, 会诞生出大量的一个哲学问题, 尽管它现在可能由于技术的原因还没有达到, 但是这一点是可以预感到的, 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 一旦它出现这些哲学问题之后, 我们去解决它, 去讨论它, 它的实际意义很强, 我相信这两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去研究游戏哲学的这样一个话题, 它可能的两个原因, 好的, 谢谢, 我个人有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我真的想问问你们两位, 因为我刚才讲的我是不玩游戏的, 或者说我可能是在最早的电子游戏, 电脑游戏那个阶段, 我试着玩了一下, 后来我就, 我个人的感觉是呢, 就是我对于游戏的成语性, 似乎我是, 我当时感觉到, 就是说我沉浸到游戏里边, 然后整个就是似乎有点, 我自己感觉有点失魂落魄的状态, 我自己会完全沉浸到游戏里边去, 然后有点欲罢不能, 然后我就,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方面, 当然可能像张老师刚才讲了, 关于成语性也是有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像进一步来讲, 就是这个虚拟现实不断的就是深入啊, 然后元宇宙也是, 也是这个慢慢可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就是你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们假如说作为游戏玩家的话, 你们个人的钱, 现在不知道那个张老师, 我先说, 我那个早期那个, 在我还能那个黑游戏的时候呢, 我玩的挺欢, 因为那个打不过就黑, 然后那个, 最终是那个到了网络游戏的时候就黑不掉了, 然后那个红色警戒我也有打过一个礼拜, 就基本都没离开过网吧, 就是那个玩的太嗨了, 就是太容易成瘾了, 就属于那个高度缺乏自控力的, 所以我后来就变得隔游戏刻意保持一个那个距离, 是因为我太容易成瘾了, 就是哪怕是连连看我, 我可能都放不下, 对对对, 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游戏成瘾性的一个研究, 或者辩护吧, 大概是不一样, 首先是关于成瘾性的一个研究, 它主要的一个政治科学上面的解释, 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进入心流, 然后产生了内飞态, 然后内飞态让你导致成一个成瘾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导致你会不断的想要去玩这个游戏, 然后目前这是政治科学上的一些解释, 然后的话我们哲学上的一些辩护呢, 会有不同的方案, 一个会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成瘾游戏, 是因为与游戏相对的那个活动的吸引力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如果对另外一个东西足够感兴趣的话, 我们随时可以从游戏里面抽离出来, 然后去做那样的一个活动, 这个主要是在和学习, 就是游戏成瘾和高中生学习的这个, 这样一个trade off上面很有效, 为什么人们沉迷于游戏, 那是因为你学习太无聊了吗, 那其实是你学习的事情, 如果说我不玩游戏, 我可能沉迷于的是什么看小说, 看漫画那些, 我只要他心理比他更高一点, 然后我的责任感, 我的那个迫切的程度更低一点, 我也不愿意去学习, 这是这样的一个辩护, 那还有一些呢会去说, 我们沉迷游戏会之所以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 是因为它带来的一个好处, 或者带来的一个收益, 我们会认为它是很低的, 然后因为它很低, 所以说我们要去抵制它, 像我们也会有写作成瘾, 有的人也会研究成瘾, 看文献成瘾, 读中述成瘾, 对吧, 那这些成瘾的话, 我们觉得没有问题, 是因为它甚至会给你带来一些好处,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甚至是我们是鼓励的有些什么疏从, 或者说是比如说一个人员, 他始终沉迷在他的研究里面, 虽然说我们感觉这个人可能有点怪怪的, 觉得他什么情商都不够, 但是我们普遍的一个评价, 还是正面的评价, 那是这样的, 那未来的话就是, 如果说当游戏的, 它的和现实世界的一个交际更多, 它所涵盖的范围越广之后, 好像沉浸游戏也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 因为你完全可以在游戏里面完成一些工作性的问题, 或者说实现你自己价值的一些事情, 你不需要在, 你甚至不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实现这些, 你在游戏里面实现就好了, 因为它随时可以transfer, 回到我们现实世界当中, 其实在那个时候, 现实和蓄力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你在游戏里面工作和在现实里面工作, 它就是一样的行为,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 在那个时候沉迷于游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它同样可以实现你自身的价值, 就跟你沉迷于读书, 沉迷于其他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相应的, 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辩护, 对, 实际上现在很多的游戏也是这样, 但是我个人我不知道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跟我相关的这种沉迷性的行为, 比如说我当时也是一打了好几天, 那个叫什么极品飞车, 还是很初级的那个片子游戏, 我当时是打那个, 到后来打完以后我就觉得, 我应该把它借了,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本身的生活在一个功能性主导的世界里, 就是什么都是工作, 什么都是学习, 什么都要跟这个得失计算, 我这个投入多少产出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计算联系在一起, 然后游戏之所以那么迷人呢, 是因为它是反功能性, 就是它还是就是等于说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由工作, 这个功能主导的这个世界呢, 拆替了另外一个后门,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就像你就是讲到那个乌托邦, 他跟那个那种意义上关于游戏的理解和作为一个, 就是这种反功能性的这种游戏的场景的理解, 似乎就是联系在一起,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对于这个游戏的沉溺, 恰恰是因为整个这个功能性主导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心智的压力造成的, 那么现在进一步强调这个游戏的功能性, 它的功能性是多么的强大, 它又是不单单是娱乐, 而且给我们功能上提供多大的帮助, 是会真正缓解我们就是这种游戏的成员, 或者说对于游戏的那种娱乐性的成绩吗, 这是可能是我的问题, 也许不是, 就是说因为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就是那个劳作是吧, 那个功能, 它跟这个反功能的那样的一种这个休闲是吧, 娱乐, 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是整个这个一种这个时代正后的两个方面, 对吧, 有压抑就有反抗是吧, 是吧, 有有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压力的积压就有压力的爆发, 那么这个这个是不是构成另外一个怪圈是吧, 就是也许就是我们希望的那样一种真正能够成全我们自由的那种这个这个游戏呢, 不在这样的一个怪圈之中, 嗯, 像这样一个化流化, 嗯, 它主要麻烦的一点就是这个功能性存在与否, 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主体选择的, 就是它还不是不是一个纯粹那个客观独立于有主体的一个意愿的一个行为说啊, 这个游戏就是功能性的那个游戏就不是, 那其实很大程度上看你你是怎么去看待它, 比如说职业玩家和普通的玩家去看待同一块游戏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同的态度, 职业玩家把它当做一个工作, 其实很大程度上很难上瘾了, 因为都快玩吐了, 那普通玩家就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关于成因性这块, 还有一类解释可能更通用一点, 是说, 嗯, 不是说, 它是, 啊, 它的, 它的大概的方式是说, 因为游戏在当时做得太高级了, 就是其他的娱乐活动, 或者说是教学活动也好, 其他活动没有做到这样的程度, 没有钻, 针对于人们的一个, 它的一个成因, 或人类的依赖来做相应的调整,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很多的像刷短视频也好, 学习也好, 它们都会gamification, 就是加一些游戏化的元素进去, 然后去吸引它成因, 呃, 然后的话, 像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刷短视频的人, 已经可能要超过了, 就是超过了这个玩游戏的人, 他刷短视频的时长, 已经超过了玩游戏的时长了, 那在这个意义上, 可能我们会说, 嗯, 并不是因为它的, 它做了太多了, 或者它有什么独特性在里面, 而是其他的一些活动, 他们做的还不够, 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完全做的不够, 它没有针对于人们的一个专注, 或者人们的一个依赖, 进行相应的调整, 像现在抖音上面刷视频, 甚至说抖音上面有这种刷课, 然后那种课可能就是偏成功学的那种课了, 然后你刷了之后特别有满足感, 感觉自己获得的事实, 但实际上可能没有, 但是它会有一种知识的获得感, 那这种视频也会让人成瘾, 虽然说可能没太大的用, 但是它会不断鼓励, 所以有来到多少积分, 你又变得更强了, 你又比周边的人更有知识, 更有文化了, 像这种方式的话, 它也会增加它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成瘾性, 那这个意义上好成熟, 它并不是游戏所独有的了, 是的, 对, 我觉得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 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 我觉得我是一个马斯主义者, 我意思就是说, 就是人那个生活的目标, 不是欲望的被满足, 而是人的全面发展, 我意思就是说, 就是人, 就是说成全自己的全面发展之前, 人首先都是动物, 对吧,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的动物没有趋利, 对吧, 就是都是要趋利避害, 都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然后就像你讲的, 可能就是我们对于公平的追求, 也不是说它强加的, 而可能恰恰, 但是问题可能恰恰就出现在这个地方, 就是所谓异化, 对不对, 就是说本来呢, 我们是对吧, 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边, 是希望社会来成全我, 但是最后呢, 假如说, 当你被这个社会的这个主流的,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所席卷的时候, 你所要求的东西, 恰恰是对你自己的一种计划, 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我沉溺于游戏的时候, 或者我沉溺于另外一种功能性的追求的时候, 我都感觉到自己的这种, 好像晕头状态, 这个晕头, 真的是一种晕头胀脑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是一种主体性的丧失, 当自己不断的就变成那种操卸, 是吧, 要去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 反而没有觉得在一个更根本的意义上, 是对自己的成全, 假如说我们现在就是, 当然我们我知道就是无论是游戏产商也好, 还是说就是我们出入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这个逻辑, 都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 首先它不会告诉你你到底需要的什么, 而是说你现在需要这个东西好, 我现在就是一不容辞的, 我给你满足这样的一个需要, 对吧, 但是在你产生这个需要之前, 当然我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一种, 让你产生这个需要的机会, 对吧, 然后我们我感觉现在是我们不断的是陷入这样一个陷阱里边去, 哪怕这个时候它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为名的话, 会不会背后有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说, 就是益助是一个更高的追求, 对吧, 但是在另外一个维度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好像对于所有的游戏玩家的话, 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个更急迫的问题, 是吧, 就可能我不是要, 首先要去考虑的是说我要去欣赏, 就是首先是在艺术层面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而是说面对这样的一种成瘾, 或者是身不由己, 那么我不知道啊, 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题, 我不知道啊, 那个袁老师, 袁老师, 你有什么高兴? 我是觉得呀, 那个我认同刚才张老师说的, 陈颖啊, 干什么都陈颖, 对, 这个也就是说陈颖这种属性, 不是说那个, 第一不是游戏所特有, 第二不是所有游戏, 它是一个所谓本质论上面的一个属性, 对, 就好像我们讲, 那个游戏可以有艺术性, 但不代表所有游戏都有, 同样游戏那个有可能有成语性, 但也不是所有游戏都会有成语, 所以这里头可能是那个, 因为我就把它作为一个特别有潜力的那个这个媒介, 我可能就特别想要更多的去看到它那个, 因为它的那种潜力, 只有我们通过特定的那个艺术实践, 或者是游戏的实践, 甚至是独立游戏的实践, 对吧, 可能如果是商业实践的话, 商业游戏实践, 它因为过多的受制于那个商业规则, 如果是独立游戏的话, 那么这个独立游戏的这个制作者, 它会特别有自己的价值观, 而这种价值观就会有多元价值观的差异, 这就会跟商业游戏会完全不同, 所以我可能会对那种那个独立游戏的这样的制作者, 会更有期待, 因为我看到不一样的价值观, 看到那个不一样的对这个媒介自身潜力的那个挖掘, 而不是单一的在经济上面的那种这个所谓工具的那个效益, 这是说那个我对这个媒介特别有期待的那个地方,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的, 我可能就说因为今天没时间展开, 但是我说把这个话题抛出来, 是那个我其实特别认同那个弗鲁塞尔, 他那个也是在他去世前, 他跟另外一个科学家也是艺术家合作了十几年, 然后叫这个写的这个一本书叫吸血鬼乌贼, 其实也是一本哲学书, 对, 然后他就说我们毫无疑问, 我们这个现实是被这种所谓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技术图像, 被这个黑箱的技术装置所去载制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实, 但是呢, 你恰恰就是要以这个载制你的这套技术的装置, 包括意识形态, 包括商业, 包括这个陈寅什么等等, 他都是装置的一部分, 就是你恰恰跟他去玩这个所谓的荒诞的游戏, 只有你参与到这样一个荒谬的游戏里头, 自由才是可以想象的, 而在这个荒谬的游戏里头, 你不是不只是玩家, 你也是程序员, 你也是棋子, 然后以那个等于你是最初的那个程序员, 然后你也是玩家, 然后也是棋子, 也是整个游戏里头的那个碎片, 你不被任何一种那个身份去绑架, 你在这个当中不断的那个游离变换, 这本身这个现实就是一个特别荒谬的那个这个现实, 所以你恰恰需要有一种那个游戏的那个精神在里头, 对, 既不要把那个我们所说的严肃游戏跟那个娱乐游戏对立化, 这种二元对立没有任何意义, 对, 因为我们讲娱乐本身也具有革命性, 对吧, 严肃就太无聊了, 我也不喜欢用严肃游戏这个这个概念, 对,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他那本哲学书叫吸血鬼巫贼, 然后那个吸血鬼巫贼是在一个深海几千米下面的, 其实吸血鬼巫贼是他昵称, 他不叫这个, 就他的学名叫做那个幽灵烧, 就是他看上去呢, 又像章鱼, 又像鱿鱼, 又像巫贼, 但是他都不是, 他有自己的独立的生物学上面的种属科目, 从上到下都叫幽灵烧, 但是他跟哪个都挨着, 就是又像巫贼的特征, 又有章鱼的特征, 又有鱿鱼的特征,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游戏就是, 你看上去又像程序员, 你能够, 我既进入游戏, 但是我有颠覆规则, 我也像玩家, 我那个特别有玩家在里头玩的嗨集了, 对吧, 然后也像我们刚才讲那个艺术家一样, 我就在里头沉思, 就看落人, 对吧, 谁都不知道你进来是个什么鬼,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好玩, 对, 我也很同意刘畅老师最后的那个观念, 而且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结果, 就是当一个人他的主体性足够高的时候, 他是在玩游戏, 就是在我们玩的第二种自由度极高的一种情况下, 那种游戏, 而当他的主体性很低的时候, 受到商业裹挟的时候, 他同样一直在玩游戏, 但那种玩游戏就是我们说要被异化之后的那种游戏活动了, 所以玩一次被挟挟, 在两种状态下都其实都是, 还都是在玩游戏的, 对, 对, 是, 我感觉我有点是被说服了, 可能问题不在于说是要去游戏, 还是不要去游戏, 而是说你们是不是要一直秉持着那个游戏的精神去玩游戏, 对, 好, 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其实我感觉还有很多未尽的话题, 但是非常精彩, 我感觉今天我非常有收获, 就是还希望这个以后再有机会能够再跟两个老师探讨这个相关的话题, 那么今天的时间但是已经过了, 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那么再次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感谢詹豪, 感谢圆圆, 然后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讨论, 行,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大家晚安, 再见, 好,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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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山老师, 感谢, 刘山老师, 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用心聆听, 服务器艺术有名堂系列线上讲座哲学与当代艺术本期到此结束, 也非常感谢各院校机构和媒体的大力支持与参与,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